她只用一粒米饭就征服了身价800亿的卡塔尔大公主 不仅让公主好吃到浑身抽搐 更华贵到刘贤面前一脸失眠地求她和自己回家 原来卡塔尔大公主访问法下 身为美食家的她慕名来到刘贤工作的酒店 这种小地方真的有传说中的美食吗 公主一落座就要求精力赶紧上菜 否则就让自己的保镖猛男团把酒店买下来再砸个戏发乱 伤而勿造明仙尝尝这道料理如何 刘贤拖着一道菜品出现在她面前 原本还不屑一步的公主 在打开盖子后瞬间变 这是什么 盘子里散发出耀眼的音色 就连戴着墨镜的保镖都感觉到无比的刺激 然而等光滑散去 盘子中央的汤匙里 居然只有一颗精英剔透的金色米粒 什么情况 这就是你们酒店最好的料理 感觉被戏耍的公主一下就将餐盘打飞出去 猛男保镖团也掏出各种军 要把酒店移为平地 刘贤却接住汤匙 熬无一声就塞进了公主的嘴巴 这家伙居然敢袭击公主看护驾 然而原本报道的公主突然平静下来 只因刚才那颗米粒的味道 在她的口腔里彻底爆发 为什么只是一粒米却能这么好吃 只是轻轻咬破 最有蛋液和肉馅铜其中的 超越一切食物的美味 让公主感动到口水和泪水同时流出 过了好一会儿才露出满足的笑容 这实在是太好吃了 你是什么人到底给公主殿下吃了什么 其他人还以为刘贤下了什么奇怪的方法 却见她一脸自信的说道 刚才那个才不是脏药 而是我最新研发的菜式黄金一般 这时公主也拍着桌子站了起来 她一路滑跪到刘贤面前 紧握住她的双手一脸痴迷的颈求道 求你了跟我回家做我的私人厨师吧 然而面对财富权力美貌都处于顶点功 刘贤却一脸淡然的将手抽了出来 你居然拒绝世上最美的卡塔尔公主 保镖团们都看上了 这个男人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我的料理不是为了某一个人而存在的 所以恕我拒绝 说完便挥着手离开了房间 公主哪里见过这样的室外包人 整个人都沦陷在刘贤的美物 然而她不知道的是此刻的刘贤正面如符 套在天台上大口吵气 有重度空女症的她被公主握住后 差点当场因过去 这时西餐厨师西米露出现在她面前 你居然拒绝了大公主 成为她的私人厨师你的薪水能翻一千万 刘贤义正言辞地表示 自己是要让中华美式发扬光大的人 才不会将厨艺卖给某个人 难道不是因为你有空女症吗 怎么会呢我才没有空女症 那我这样也没关系吧 西米露发动了突然袭击 将刘贤搂进了怀疑 突然的亲密接触让她发出一声尖叫 下意识地将人推了嘴 看着坠楼的西米露 刘贤马上朝着她扑了过去 可下一秒她不仅没有摔死 反而将一个不认识的白发妹子扑倒飞 两人之间更来了个亲密接触 不仅躲走了花生珍贵的初吻 还让她误吞了世间唯一的甜味的三 原来这是个人人吃丹药的美食荒漠世界 魔教教主之女花生 刚拿到唯一一颗甜味灵丹 只是缩了一小口她就幸福到飞起来 大小姐看起来好色气 不愧是我们日月宗第一美女 谁知下一秒她又把灵丹从嘴里扯了出来 真是太美味的本小姐要拿回去慢慢品尝 然而穿越来的刘贤不仅将花生大包 甜味灵丹也随着两人的亲亲被吞了下去 刘贤也因此被我发大忙 给我等一下 我就亲了一下你们大小姐 不至于为了这点小事杀人灭口吧 居然说我那本小姐是小事 给我最佳一本 花生背后的甜狗团也跟着起 大小姐别和她废话了 傻傻傻 刘贤赶紧道歉 对不起刚刚说过话 请给我个机会 然而甜狗团却表示 刘贤最大的罪补是害的甜味灵丹被吃掉 让整个大陆唯一的美味消失 你这样的人就算零吃处死也不会 刘贤马上意识到这世界是一片美食荒漠 为了保命她大喊道 光是甜味丹药你们就满足了吗 我能做出比甜味丹药更好吃的食物 原本还在心疼丹药的花生炖时来了兴臣 你真的有办法做出更好吃的食物 千针万全 那本小姐就给你一次机会 花生手指一动手上的麻绳瞬间断裂 随后她让人去拿工具 本以为能见到锅碗淘棚的刘贤信心满满 然而看到炼丹炉的时候 她整个人都愣住了 所以这个世界不仅没有料理这个待遇 甚至连条味品和厨具都没有 是要自己拿空气去做美食吗 花生用怀疑的眼光打了她 你不会是做不出来好吃的东西吧 怎么会呢 我只是有点饿了 刘贤决定先搞清楚一世界的人吃什么 然后再加一百两 谁知只尝了一颗普通的丹烟 整个人就趴在地上狂吞吞 这东西又咸又辣简直不能吃 但总算有了味道 接下来就是找煮材料 一只路过的昆昆吸引他的注意力 昆昆一脸懵逼 完全不知道自己接下来的秘密 就决定是你了 刘贤抽出菜刀 刷刷刷刀光纷飞 昆昆变成了等待烹饪的模样 这刀法看得花生几人极为惊讶 难道这小子也会无功 刘贤又让人找来几颗丹药 切碎之后全树塞进了肚子 随后包上荷叶裹上泥巴 塞进炼丹炉 一套完全陌生的操作让花生等人闻所有 这家伙到底在干什么 你怎么还不开始炼丹 该不会是在耍我吧 嘘 再等一等 只听咔嚓一声脆响 刘贤的目光瞬间变得锐利起来 就是现在给我开炉 他用炉盖接住掉落的叫花机 一脸自信的说道请品调 花生却一把将叫花机打翻 为本小姐吃泥巴球你不想活了吧 而他这么一先使得叫花机的外壳碎裂开 无数金光顺着缝隙暴射而出 刘贤露出自信的笑容 这个世界的美食历史就要开启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本的泥土外壳全数炸裂 热气腾腾香味四溢的肌肉 闪着油光出现在众人眼前 那么请品尝吧 刘贤特制一世界叫花坤 然而舔狗团三人瞬间脑火 这根本就不是单药你做的东西是给人吃的嘛 大小姐这家伙就是个骗子 花生仔细观察着眼前的叫花坤 上面没有单药的纹路也没有武器波动 甚至都不是人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口水正在不停地往下谈 光是闻到那股味道就忍不住想要吃一口 大小姐你没事吧 只听到搜的一道风声 盘子内的叫花坤瞬间消失不见 花生一脸傲娇地转过头 虽然你做的不是单药蛋本小姐 还是大发慈悲尝一场吧 说着就咬住了一块鸡头断 油润的外皮刚一路口 花生就像被天雷击中一样瞬间瞪大了双眼 在舔狗团担忧的目光下 身体开始不停颤抖好半天都说不出来一个词 这实在是太好吃了 花生突然将叫花坤抛到空中 比肉眼难辨的速度 一脸幸福的撕扯咀嚼着每一片肌肉 明明和丹药相似的味道 可吃进嘴里的感觉却完全不同 花生明白自己再也回不去 因为这肌肉炫了一口就根本停不下来 眼看大小姐露出无比幸福的表情 舔狗团们都震惊了 大小姐居然吃得如此无故 这是之前吃任何丹药都没出现过的表情 我都看饿了 现在你们明白了吧 这就是美食的力量 刘贤举起菜刀摆了个帅气魄 兴奋地举起双手 她已经决定用自己的厨艺来拯救这个美食荒物 师傅您放心吧 我一定会在异视界将中华美食发扬光大 这时吃饱了的花生十分满足地探了口气 郑重其事地询问刘贤到底是什么人 在听到他说出厨师这个陌生的词汇后 花生先是沉默 随后竟突然朝刘贤扑了过去 眨白的大眼睛就说了一些容易让人误会了 可以给我更多叫花坤吗 刘贤背下的当场脸红 红女正发作尖叫着让花生离他远一点 身后的舔狗团扑了一个 居然敢推我们大小姐 给我去死吧 花生却让众人都不许多 他说话算化刘贤的命保住了 但你亲我的事情必须要有个交代 你想怎么样 因是涌出后患让你捕害不了其他想法 刘贤想到鸡飞赞的场景就觉得一阵疼痛 果断要选择第二个 花生先是愣了一下随后露出计划得逞的效率 告诉刘贤第二就是三天后你我在此处拜堂成亲 刘贤的表情和舔狗团一样 大小姐你是在开玩笑吗 反应过来的舔狗团马上将刘贤丢进了小飞屋 一个个摩拳擦掌就准备给他来点爱的教训 臭小子我绝不同意这门亲事 你以为我想结婚吗 我还要传播中华美食呢 这时一道黑影出现在大舔狗身后 随后就见花生撩起大长腿将人踢了住 你们是想违抗我的意思吗 还有你就不要浪费力气 花生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 忘了告诉你善入魔门准杀无事 所以不和我平心的话你的下场只有死 只要你以后乖乖的给我做食物 我就会一直保护你 如此近距离的接触 吓得刘贤空女症发作连连后悔 他心里十分纠结如果和这个女人成亲 未来肯定只能给他一辈人做完 传播中华美食的梦想就会失败 可如果不成亲自己出门 就会被人砍死 两男当中刘贤仿佛看到了师父的身影 小贤人只要活下去就还有希望 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梦想 刘贤的心中有了答案 他伸出手一脸坚定地说道 不就是成亲骂我同女 突然的转变让花生感觉这家伙变得有点小帅 殊不知刘贤心里十分紧张 不就是孔女症吗 我一定要等住 随着两人达成了约定 花生又变得娇羞里面起来 那个还有一件事情 结婚后给我做些更好吃的食物没问题吧 说着还撩动头发 想让自己变得更可爱一些 刘贤心中大喊一声好机会 故意表现得很积极 当未婚妻做饭肯定没问题 但需要做些准备 随后像个老教授一样 将自己需要的锅碗条盆 都画出了设计图纸 而花生则画身乖巧的女学生 在一旁仔细记录 刘贤又提出自己想看看 这个世界的动植物 才能做出更好的美食 言外之意就是出去走走 花生却告诉她我家还蛮大的 后山不仅有林草原 还有很多野生 如果你想看就尽管去吧 说着就转身离开 让刘贤自由活动 刘贤露出计划通的表情 真是天真的家伙 这简直就是送给我逃跑的意义 刘贤兴奋地走出门外 朝着自己的理想前进 然而现实却是 他蹲在后山的林草原 身后还跟着前来 叮烧的田狗团 臭小子别以为 我们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有我们再是不会让你逃跑 刘贤气得牙根都痒痒 不过眼前这些奇花异草 还是让他这个厨师 感觉到了巨大的新鲜 这个应该是韭菜吧 刘贤拔起一捆蓝色的林草尝了下 发现味道果然和韭菜很像 而且吃掉之后 身体仿佛充满了力量 再看周围不仅有 盐壶生产的优质盐品 还有一粒粒金银饱满的嫩红辣椒 他很好奇有这么多材料 难道就没有一个人尝试去做菜吗 大田狗却一脸骄傲的本事 做什么菜这可都是 我们日月宗炼丹的宝贝 都炼制成丹药了吗 那可真是暴体天物 很快刘贤就采集了一大筐蔬菜 他擦了擦头上的汗水 忍不住幻想要是有牲畜 今晚一定要吃点肉好好补一补 可马上又摇了摇头 一脸坚定地告诫自己必须逃出去 不能赖在这里当坠雪 于是脑瓜子一嘴 将田狗团三人喊了过来 你们帮我采集一些灵草我要用来做营救 我们可是日月宗护法 你居然敢命令我们 这可是你们大小姐安排啊 你们确定不帮我吗 搬出花生后三人果然乖乖听话 而刘贤也找到机会撒开鸭子 一路朝着远处狂奔 然而就在他以为自己可以重复自由的时候 一道身影里更快的速度从背后窜出 刘贤只看到一张大手出现在自己的头顶 下一秒就被人当场打下 你是谁为什么突然攻击我 刘贤被摁在地上动都动不了 却听身后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我倒是想问问你是谁居然敢摘我的名堂 说话的女人满嘴鱼呀 她就是日月宗最宝贵的炼丹师汤圆 汤圆一刀插在了刘贤的眼睛 臭小子你是在找死吗 她只用了一筐蔬菜就让妹妹们集体坚强 原本想杀她的汤圆长老更是浑身贪人 流着幸福的泪水倒在地上 原来刘贤穿越到了美式荒漠世界 还被迫嫁给魔教帝小的花生 为了逃婚她以摘菜为借口前往要连 没想到这里居然是炼丹长老汤圆的地盘 我该怎么处理你比较好 我知道该怎么处理 像往常一样把她活埋了吧 刘贤都吓傻了要不要用这么可爱的语气说这句话 她想要挣扎奈何九彩的力气太大了 这时刘贤注意到 自己的孔女正在面对九彩时居然没有发动 难道我的春天要来了 可还没来得及高兴 她就被九彩扛在了肩上 把这小子买了吧给我的灵草食是非 刘贤赶紧喊停表示自己可以补偿汤圆的损失 只要你用手上的灵草炼制出有用的朋友 今天我就放你一马 要是炼不出就得被投买吧 她是厨师又不是炼丹师哪里会炼丹呢 刘贤给了自己一个大逼斗 冷静下来想想 如果做出看起来像丹药的圆形食物是不是也算不关了 她检查了一下手头的材料 都是一些带着草香的素材 刘贤脑瓜子一转她已经炼心了 再加上刚刚发现的路边野生小黑 一人一击对视过后 刘贤摸出几个鸡蛋 一脸兴奋地说到这下食材就凑起了 她举起菜刀刷刷刷一阵挥舞 身后的汤圆还在好奇刘贤从哪掏出来的菜单 食材就已经全部被切成了碎末 这时再打上几个有营养的鸡蛋 放入调味料之后 就可以根据蛋液的粘形 将蔬菜碎揉搓成团 把粘好的蔬菜团在玉米面当中裹破一点 这颜色金黄都把隔壁小孩馋过了 此时往炼丹炉内加入清水用大火蒸制20分钟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刘贤突然睁开双眼 时间已到金丹出炉 他打开盖子无数颗金黄饱满的圆形菜团 借着蒸汽喷涌 九彩和汤圆都看待了 这小子居然真的炼制出了丹药 而且每颗丹药都是金光神样 仿佛天空中的星辰一般夺内 两人情不自禁地倒上了眼睛 请品尝把流咸特制黄金菜团 这一盘诱人的金丹让汤圆二人摸不着头脑 他还从没吃过这么大股 而且材料这么少难道也能弄单吗 九彩率先拿了一颗菜团子咬不下去 很快脸上露出了幸福的表情 酒采你怎么可以直接吃呢 如果是劣质丹药会让你走火入魔 可嘴上说着拒绝汤圆 却感觉到口水正在疯狂流出 自己的手也忍不住抓下那些菜团 他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口 下一秒整个人就舒服地眯起了双眼 感觉到了无上的满足 这怎么会这么好吃 外面软糯可口内部嚼顿失足 两种口感之间的对比太过强烈 最强的是这金丹居然能让修为增长突破 简直比三品丹药还要强大 汤圆流出感动的泪水和口水 被刘贤的厨艺彻底打倒在地 这丹药实在是太厉害了 刘贤一脸则一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 随后他看向颤抖的韭彩 刚想问问他感觉如何 就看到韭彩身体上冒出噼里啪啦的变态 随后当着刘贤的面变身成了 长着萝莉脸的肌肉们 仅仅一颗丹药就让我吐火 刘贤哥哥就让我抱一下作为答谢好了 卧槽你不要过来啊 好在韭彩只是和他开了个小男生 但被他这么一闹 刚才还贪软无力的汤圆再次站起来 可恶你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能炼制出这样的丹药 刘贤表示我是厨师不是炼干师 汤圆没听过厨师 但他知道这个人必须马上除掉 月月宗爵不能有比我更强的炼干师 不管你是什么人都给我去死吧 关键时刻一刻飞是击中了他手中的匕首 原来是护肤狂魔花生赶到了现场 大小姐你来得正好 这个家伙破坏我的药源你快趟了他 是我让他摘的 随后就看花生红着脸拍了下刘贤的肩膀 你们还不知道吧 他是我的未公主 汤圆瞬间张大了嘴巴 再听到两人三天后就要成心事 整个人更是当场实话碎成了一地渣渣 九彩倒是很开心 恭喜大小姐找到这么厉害的炼丹师夫婿 说着就拿出刘贤刚刚做的黄金菜团 这丹药真的太神奇了 有惊艳的花生只看了一眼就知道 这不是丹药而是刘贤所说的美食 他捏起一枚小口咬了下去 这软糯细腻的口感加淋草鲜香的骨 简直是前所未有的畏惧体 看着和九彩相谈盛番的刘贤 花生越发感觉自己做了个正确的问题 他找到失落的汤圆拿出正宫的气场警告的 我知道你的想法 但刘贤对于我和门派都非常重要 所以你可不许对他出手 随后也不管哭唧唧的汤圆 就让九彩将刘贤捆起来带走 好嘞大小姐 等一下为什么又要把我绑起来 却见花生扭头给了他一个甜美的笑容 当然是带你去世光福了 一瞬间刘贤感觉到自己脸颊发烫 等三人有说有笑的走远了 倒是汤圆在众人走后 邀请了自己的鲨鱼啊 这个仇他必须要报 刘贤你就等着瞧吧 画面一转来到蜀中堂 作为万千女孩的梦中情人少主堂出 完全看不起这些庸之俗子 他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日月宗大小姐花生 为了让花生嫁给自己 堂出准备了整整一座金山 就这还嫌不够小了再加点拼 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只飞银从天而走 唐出打开消息一看整个人瞬间呆住 女神要结婚了新郎却不恕 原来是汤圆暗中给唐出通通报信 为了搞砸两人的婚礼 他甚至掏出了一瓶奇奇怪怪的药物 墨镜摆放洗酒的房间 滴答滴答的对了进去 哼哼哼刘贤这下看你死不死 被念叨的刘贤打了个喷嚏 他是真没想到自己一个男人结婚 居然要打扮成新娘的 大田狗却表示大小姐 可是我们日月中的继承人 你和他澄清当然是要入坠了 这时轮到新娘上场了 刘贤还在好奇花生今天会是什么打扮 大田狗就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快点叫你上去了 刘贤只能乖乖走上台 在四姨的带领下见到了自己的新郎官 他还是第一次感觉一个女孩子穿男装可以这么美 随后四姨开始介绍今天结合的一对新人 轮到新娘时四姨满嘴凑不出一句好话 群众们也纷纷对刘贤头去白眼 而到了新郎的时候 陈鱼落雁碧月修花倾国倾城 他就是我们的花生大小姐 宾客们兴奋的大喊起来 刘贤心里大骂着群人双标 好在喝完最后这杯交杯酒闹心的婚礼都能结束 汤圆躲在暗中发出邪恶的笑声 他在酒里下了强烈脏痒 刘贤喝下去后肯定会身败名裂再也不敢借此大小姐 自己的计划就成功了 而刘贤对此一无所知 他拿着酒杯最担心的法式和花生有亲密结局 碰到手什么的太吓人了 但关键时刻他还是鼓起勇气 小心翼翼地绕过花生的胳膊 撅着嘴巴凑到了杯子边上 汤圆露出兴奋的表情 太好了就差一点点 而就在这个时候婚礼现场的大门突然被人一脏踢开 给我慢着 众兵客惊讶之际 唐初已经踩着桌椅跳到了刘贤身边 他抓住刘贤的胳膊 冷冷地说到想要和花生澄清得先问过我才行 周围的女孩们疯狂尖叫 快看快看有人抢婚姐妹们快吃瓜 哇他好帅啊 唐初听到后也忍不住夸了一句自己真帅 却没注意刚刚按住刘贤的胳膊 让他和花生的手掌碰在了一起 刘贤尖叫一声打翻酒杯 不偏不倚地砸到了唐初脸上 杯里的酒更是顺着流到了唐初口中 就这样 汤圆大长老精心准备的催情酒 竟然误打误撞地被唐初喝了下去 这要笑也是说来就来 喝下催情酒后 唐初突然感到浑身发热 一股浴火正在他的心中熊熊燃烧 他慢慢抬头看向了刘贤 恍惚间 他发现这个男人的脸庞竟然如此惊醒 举手投足间都充满了诱惑的气息 同时 唐初感觉自己的胸口正在隐隐作痛 莫非 这就是真爱的感觉吗 在催情酒的作用下 唐初竟然深深地爱上了刘贤 本来他是打算从刘贤手里抢走花生的 结果却变成了从花生手里抢走刘贤 场面瞬间胶着了起来 房间里突然充满了哲学的气息 魔教妖女大婚当天 直接把新郎官刘贤强行拖到了洞房 魔教妞花生一把将刘贤扔到了床上 这都已经一触即发了 刘贤不知是真傻还是装傻 竟然还问花生要对他做什么 花生也不磨叽 他一边脱外套一边说道 大婚之夜还能干吗 当然是入洞房了 一听这话 刘贤瞬间傻了眼 新观众可能不知道 刘贤患有严重的孔女症 一般女孩子但凡多看她一眼 刘贤都会紧张地发动 如果不小心跟女孩子有了身体接触 刘贤甚至能当场晕死过去 这要是跟花生入一次洞房 那刘贤还不得当场猝死啊 果然 花生仅仅是轻轻碰了一下刘贤 结果刘贤瞬间崩溃 直接颤颤巍巍地躲到了墙角 看到这一幕 花生似乎也察觉到了异常 自己都已经做到这一波 这个男人竟然还能沉得住气 难道说这家伙害怕女人 一想到这里 花生突然露出了一点坏笑 既然如此 那我可得好好试探试探 说完 花生突然一下扑进了刘贤的怀 两双手更是在他身上来回摸索 结果也不出他所料 看得出来刘贤已经尽力在克制自己 但他那慌乱且绝望的表情 已经说明一切 花生也看出来了 这家伙不仅有恐女症 而且似乎已经到晚期了 话音未落 刘贤终于忍不住 慌乱中他先是挣脱花生的束缚 随后用尽全力一推 这一下 竟然将花生推出去了十几名人 花生没想到 这家伙竟然还会一点五 不错吗 你师父是什么人 赶紧报上名来 一听师父二字 刘贤的脑海中 突然闪过了一个红发女人的声音 一想到他 刘贤竟然直接气得直咬牙 那个可恶的老女人 我的恐女症就是被他逼出来的 看来 刘贤和他的师父之间 也有些见不得人的往事 可花生根本不在乎这些 话音未落 花生瞬间绕到了刘贤的背后 还没等刘贤回来 花生便一把僵气抱在了怀里 花生一脸羞耻地告诉他 我已经知道你的弱点了 如果你不乖乖听话 那我就要把你的全身都摸个病了 刘贤也没办法 自己的底库都被人看透了 他只能向花生屈服 而花生也没别的要求 他只需要刘贤做菜给他吃 说到这儿 有人可能要问了 好家伙 这花生搁着折腾了半天 竟然只是为了让刘贤给他做菜 事实的确是如此 不过 刘贤做的菜并不是一般的菜 要知道 上一次花生只不过尝了一颗刘贤做的菜 结果直接原地起飞 差点爽到爆炸 这种奇妙的感觉 简直是太刺激了 看刘贤这一点奸诈的补情就知道 他要来阴了 很快 在刘贤精湛的厨艺加持下 一盘秘制水煮鱼便顺利完成了 这盘菜表面看上去十分正常 但殊不知刘贤悄悄在里面放了一剂萌量 此时花生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开吃了 只见他挖起一块鱼肉 二话不说就往嘴里送 可鱼肉入嘴的一瞬间 花生的味蕾瞬间原地爆炸 原来 刘贤在这道菜里放了十倍量的辣椒 此时的花生直接被蜡的狂吐舌 可就算是这样 花生还是不停地把鱼肉往嘴里送 直到实在受不了的时候 花生便开始狂吐外脑 最后他恨不得连最后一层小肚都不走 而在此之前 刘贤还把房间里的水都给藏了起来 此时花生的嗓子都已经开始冒烟了 但却一滴水都找不到 可下一秒 花生却突然看向了身后的刘贤 既然找不到水 那我就只能喝你的 话音未落 花生一个箭步便冲到了刘贤的面前 差那间 刘贤似乎意识到了情况有些不对劲 混蛋 你到底在菜里放了什么奇怪的东西 魔教妖女花生在吃下刘贤做的水煮鱼之后 竟突然感到浑身燥热的 口干舌燥仿佛仿佛喉咙着火的意外 花生再也受不了了 他大喊道 水 我要水 快给我水喝 可殊不知 刘贤早就把房间里的水都藏了起来 可花音未落 花生突然把目光转到了刘贤身上 还没等刘贤回来 花生便突然窜到了他的面前 既然没有水 那我就喝你了 说完 花生竟然直接一口亲了上次 与此同时 一个神色焦急的老男人突然破门了 此人正是花生的亲爹花姐 也是魔教日月宗的宗主 宗主一进门 恰好撞见了花生和刘贤正在亲亲 不过两人似乎没有注意到有人进来 跟刘贤亲完之后 花生喉咙也不冒烟了 身体也不发热了 他大喊道 简直是太舒服了 一听这话 宗主大人瞬间就愣住了 好家伙 哪里来的臭小子 竟然敢对我那纯洁的宝贝女儿下手 我特么一定要宰了你 说完 宗主大人举起四十米的大刀 便朝刘贤劈了过来 千军一发之际 花生突然挡在了刘贤的身前 想要杀刘贤 先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再说 这句话如同一道蜻蜓霹雳板 砸在了宗主大人的头上 好你个臭小子 你到底给我加小花生吃了什么迷魂呀 竟然把他给蒙蔽成这样 你死定了 说完 宗主一把推开了 挡在刘贤身前的花生 眼看就要一刀把刘贤劈成两半 慌乱中 刘贤一把抓起了桌上的水煮 并一把将气扣在了宗主大人的脑袋上 这下是全完蛋了 竟然敢把菜扣到宗主大人的脑袋上 这下花生也就不了你了 果然 此刻的宗主大人 全然一副怒发冲冠的梦想 只见他恶狠狠地说道 小花生你先出去 接下来的场面可能有点血性 小孩子不能看 花生虽然从小一直在父亲的照看下长大 但他还是第一次见到父亲如此生气 离开房间前 花生请求父亲不要把刘贤逆死 至少给他留一口气来做菜吧 可花虽然是这么说 但花生心里清楚 以父亲的暴脾气 刘贤这次绝对是死定了 可是到如今 花生还有一件事情想不明白 这几天父亲明明一直在闭关修炼 怎么会突然出来了呢 就在这时 花生突然感觉到石柱后面好像藏着一个人 他跑过去一看 发现竟然是汤圆大长老 好嘛 原来是你这家伙在搞鬼 赶坏本小姐的好事 你还真不怕死啊 说完 花生直接拖着汤圆去了牢房 准备好好教训他一下 而此时的房间里 宗主大人非但没有杀了刘贤 相反 两人还心平气和地聊起了天 多亏了刘贤刚才把菜汤泼在了宗主头上 就是那一下 让宗主不小心尝到了刘贤做的菜 在得知刘贤是一个厨师后 宗主的对他的态度立马来了个360度大转弯 虽然五周大陆并没有料理这一概念 更没有厨师这一执意 但在前段时间 突然冒出了一个家伙也称自己是个厨师 这家伙用自己的料理征服了半个五周大陆 老宗主觉得 眼前这个叫刘贤的家伙 跟那个人一定有所关系 不过在此之前 他还是得试探一下这小子 说完 宗主丢给了刘贤一块猪肉 我给你三天时间 你就用这块猪肉做一道菜 如果能让我满意 那我就留你命 如果让我发现你是在吹牛 那你只能自求多福了 说完 老宗主便离开了房间 暂时保住小命的刘贤终于松了一口气 筋疲力尽的他顺势往床上一躺 结果却突然感觉 自己的手好像碰到了什么东西 他转过头一看 发现九彩正一脸娇羞地躺在他的床上 还没等刘贤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 九彩便一把扑进了刘贤的怀里 原来 自从九彩吃过刘贤做的菜丸子之后 他便如同上瘾了一般 整天惦记着这一口 好家伙 你就算是瘾在大 也不能莫名其妙地窜到我床上来 这要是被别人看见了 岂不是以为我是一个变态 话音未落 花生突然一把推开了房门 刚好撞见了眼前尴尬的一幕 前面也说了 别看九彩长得跟个白发小罗莉似的 但花生知道九彩是一个纯正的男孩子 刘贤那刘贤 没想到你原来喜欢这一口 打扰了 你们继续 一看花生误会自己了 吓得刘贤赶紧解释道 是九彩自己跑到我被子里来的 我可没有什么不良嗜好 不过花生也不在乎这些 虽然他和刘贤已经算是成情了 但花生并不是真心喜欢刘贤 他只不过是馋刘贤做的菜吧 于是 花生带着刘贤来到了后山 原来他给刘贤专门盖一间厨房 如此一来 刘贤便能专心给自己做菜了 话倒是说的轻松 可刘贤哪还有心思给他们做菜啊 昨天跟花生动房的时候 自己差点把命给丢了 继续跟群魔教的人待在一旁 自己准备好果子吃 现在刘贤满脑子都在想该怎么逃出去 进入厨房之后 刘贤透过门口的缝隙一看 果然 花生手下的人正在盯着自己 想要从正门运闯出去是不可能的 说完 刘贤看了看手中的锅铲 事到如今 只能用那个方法了 此时的另一边 花生正在焦急地赶往魔教大殿 一旁的酒才有些不明白 大小姐这么着急是要干嘛呀 只听花生非常严肃地说道 那个麻烦的家伙来了 话音未落 只听见魔教大殿传来了一声尖叫 自家侍卫竟然被人一脚踩了一头 而在魔教大殿里 一个身材丰满的独眼女人已经供货多事了 她冲花生的手下喊道 再不把你们管事的叫来 你们全都得死 话音未落 花生终于赶到了现场 从两人的对话中我们得知 这个略显蛮横的女人名叫胡娇 是大名鼎鼎的天下会会长 说完 胡娇会长将一张字句横在了桌子上 原来 魔教宗主花钱曾向天下会借过三千两百亿 如今三月之期已到 是时候该还钱了 我也不跟你多要 连本带利一共四千两百亿 如果三天之后我来见不到这些钱的话 那你们就等着被灭亡吧 说完 胡娇会长便大摇大摆地走出了魔教大殿 此时的另一点 刘贤正在用锅铲挖洞 他打算通过挖地道的方式逃离魔教 可挖到一半 刘贤却突然脸色大变 这地下竟然有一条暗道 刘贤没有多想 举着火把变走进了暗道 可刚一进去 刘贤就被眼前的一幕给吓了个半死 这里面竟然遍地都是白花花的人 此时刘贤的心中已经有些不太好的预感了 但这仍然没有让刘贤停下来 他坚信 再往下挖自己一定能逃出 此时的另一点 我们可怜的汤圆大长老终于又漏了 这家伙当初为了报复刘贤 差点坏了花生大小姐的好处 事后 心狠手辣的花生在将其反复折磨后 直接将其囚禁在了地牢里 这再次加剧了汤圆对刘贤的恨 如果能有机会 他恨不得直接把刘贤给生吃了 话音未落 汤圆头上的屋顶突然开始疯狂地震动 仿佛有一百只老鼠在上面疯狂打洞 突然 只听见啪的一声 牢房顶竟然被凿出了一个大洞 我们的男主刘贤从天而降 他本以为自己已经成功挖穿了地牢 可低下头一看 发现自己的身体下面竟然躺了一个妹子 我靠 这不是汤圆大长老吗 看清对方脸后 刘贤的孔宇正再次发作 直接当场被吓退了十几 与此同时 汤圆大长老一口咬碎了嘴上的束缚 露出了满嘴的尖牙 好家伙 外部的汤圆没有男朋友 这嘴可真不是一般男人能抗拒 还有这犀利的眼神 他这是想要杀人啊 刘贤也不傻 他知道汤圆看不惯自己 再这么下去 汤圆恐怕要生吞了自己 没办法 刘贤只好把自己逃离魔教的事情告诉了汤圆 一听这话 汤圆瞬间豁然开朗 他巴布的刘贤赶紧滚蛋 这样一来 就没人能威胁他炼干大长老的抑问 于是汤圆非但没有杀死刘贤 反而还给他指明了逃出去的 事不宜迟 简单地倒完泄之后 刘贤便打算赶紧离开 可就在这时 前面突然传来了一阵熟悉的声音 吓得刘贤赶忙停下了转 他探出头一看 我靠 竟然是花生带着韭彩来了 这要是被他俩发现自己要逃跑 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没办法 躲又没处躲 刘贤只能又回到了汤圆的牢口 来不解释了 便一抬 不一待 等到花生和韭彩进来的时候 刘贤早就已经跑了起来 此时的他躲在汤圆的衣服底下 连气都不敢喘 再加上刘贤患有严重的狠狠症 跟汤圆的这波亲密接触属于是有点痛苦 然而这还不是最难受的 花生为了将汤圆带走 直接让韭彩将他绑了起来 这一下刘贤是彻底绷不住 随后 花生将汤圆带回到了炼丹 上一期我们也说了 由于魔教宗主欠了天地会一大笔钱 人家三天后就要上门讨债了 不过花生大小姐作风一向泼辣 还钱是不可能还钱的 他要跟天地会决一死战 而想要跟天地会斗 那就需要汤圆的制毒技术 他命令汤圆在一天之内准备好毒量的毒 说完便转身离开了 见花生走后 汤圆急忙想要束缚 不料用力过猛 只听见啪的一声 汤圆当场就摔得个人养马翻 而刘贤那就更惨了 由于长时间跟女孩贴身接触 刘贤的孔宇症直接反复发作 最终直接口吐白沫昏死了过去 见状 汤圆突然露出了一脸惊笑 只要现在趁机把他杀了 那就没人能威胁到自己炼丹长老的位置 说完 汤圆直接掏出了一把短牙 并毫不犹豫地朝刘贤砍过去 这个拔刀的紫发女人名叫汤圆 是魔教日月宗的炼丹大长老 本来汤圆凭借一手炼丹术在魔教混的风声水起 结果半路杀出个名叫刘贤的厨师 这家伙不仅炒得一手好牌 而且他炒的菜竟然比丹药的功效还要强 这可严重威胁到了他炼丹大长老的地位 于是 在见到刘贤昏迷之后 汤圆竟然想趁机用刀杀了刘贤 可就在他即将得手的一瞬间 刘贤竟突然醒过来 正如你所见 两人差一点就亲到了一起 这可把刘贤给吓坏了 这要是亲上去了 刘贤多半又要阴孔女症发作而昏死过去 刘贤随即大喊道 你靠我这么近干嘛 见计划失败 汤圆只好尴尬地将短刀藏到了身后 并装作一脸无辜地说道 我刚才见你昏迷 想给你做人工呼吸来着 没想到你又突然醒了过来 刘贤也没有多想 毕竟当务之急是要赶紧逃离魔教 不过临走前 刘贤似乎想起了一件事 于是他丢给了汤圆一个皱巴巴的纸团 据刘贤所说 这纸团里记载着他黄金菜团子的配方 遥想当初 汤圆仅仅是吃了一颗黄金菜团子 齐修为便瞬间突破了三层境界 这么贵重的佩服 刘贤竟然就这么交给自己 一想到自己刚才还差点杀了刘贤 即便傲娇如他 心里也多少有点过意不去 画面一转 刘贤在突破重重看守之后 终于是成功逃离了魔教日月宗 一想到自己终于重获自由了 刘贤的眼角不禁泛起了泪花 此时他下定决心 自己一定要继承师父的意志 将自己的厨艺传遍五周大陆的每个角落 可就在这时 营练突然过来一辆马车 马车上竟然还传来了一阵熟悉的声音 刘贤定睛一看 我靠 车上的人竟然是九彩 九彩身为魔教妖女花生手下的四大护法之一 其对花生也是忠心耿耿 这要是被他知道自己是逃出来了 那刘贤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 九彩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呢 原来 还是因为天下会的事 再有三天的时间 日月宗可能就要跟天下会开战了 为此 花生刻意让九彩去唐门采动武器 结果他刚出门 就撞见了想要逃跑的刘贤 不过好在九彩比较天真 他以为刘贤是要跟自己一起去唐门 于是便让刘贤上了满车 可怜的刘贤锦虫获得了一秒的自由 就再次落回到了魔教的手中 画面一转 两人终于到达了唐门 而唐门也不愧是与日月宗齐名的魔教 这壮观成故完全不输日月宗啊 此时的唐门内 我们的唐门大少爷唐初也终于又亮晓了 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他 当初在花生和刘贤的婚礼上 这家伙大闹婚礼现场本想抢走花生 结果却不小心喝下了带有迷情药的毒酒 在迷情药的作用下 唐初这家伙积不择事竟然爱上了刘贤 自从上次一别 唐初每时每刻都在思念着刘贤 也正因如此 唐初才不顾长老们的反对 并坚持要把武器卖给日月宗 为此 唐初直接跟长老们在大厅上吵起来 就在两人吵得不可开交时 门卫那边也来消息 据两个门卫所说 日月宗拍了的使者已经到门口 可唐初此时正在跟长老吵架 于是便打算让使者在门口等 可门卫却告诉他 使者里面有一个自称叫刘贤的家伙 一听这个名字 唐初终于暗闷不住了 只见他两眼放光 如同一道闪电般瞬间冲出了大殿 直奔大门的方向而去 刘贤啊刘贤 我终于能再次见到你们了 这个男人身为魔教唐门的少主人 原本是一个性取向正常钢铁之男 结果在不小心喝了一口迷情药后 竟然突发恶极 爱上了我们的男主刘贤 当得知刘贤所在的日月宗有难时 唐初不顾长老们的反对 坚持要给日月宗提供武器 最终 长老们实在看不下去了 他们决定除掉那个让唐初朝思暮想的 为此 长老们派出了18位身所不凡的女刺客 这些女刺客都曾是唐初的小迷妹 在得知唐初喜欢上刘贤之后 这些小迷妹也把刘贤当成了井底 八度地将其碎尸万短 此时的另一面 唐初在见到朝思暮想的刘贤之后 就如同见到食物的恶骨般扑了上去 刘贤一看情况不对 再这样下去自己可能要争抛不保 于是他大喊道 九彩快来救我 千军一发之际 九彩一把抓住了唐初的后度 二话不说就是一招原地大公车 直接将其甩飞了数米远 就当九彩拍了拍手以为危机解除时 可定睛一看 自己丢出去的唐初竟然刚好达到了刘贤 两人一起被打飞到了湖中 这下神助攻可把唐初给高兴坏了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汽水鸳鸯吗 没想到 你个浓眉大眼的刘贤嘴上说着不乐意 身体倒是挺诚实啊 与此同时 前来刺杀刘贤的小名妹也恰巧看到了这音 在他们眼中 这两人分明就是在水中调情 这可把他们给缠坏了 事不宜迟 为了能重新夺回唐初哥哥 他们必须要尽快杀了刘贤这角 于是 趁着两人去取武器的途中 其中一个女刺客见时机成熟 直接从兜里掏出了一把飞刀 随后瞄准刘贤的脑袋大手一挥 刹那间 脱手而出的飞刀如同一道闪电般朝刘贤袭来 可就在这时 刘贤似乎发现了什么东西 之间他突然蹲下身子并大喊道 我的天 竟然是松茸 你们堂门里竟然有这种好东西 就这样 刘贤竟然稀里糊涂地躲过了一截 可身后的堂初就没那么幸福 飞刀精准地插在了他的脑门上 另一边的刺客们在第一次失守后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 他们决定一起发动攻击 刹那间 时机把飞刀同时从他们手中射住 目标直指刘贤的后脑 而此时的刘贤还在帮唐初把脑门上的飞刀 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逼近 最终刘贤劲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把飞刀从唐初脑门上爬了下来 由于他用力过猛 直接当场摔了个人仰马翻 本以为唐初这样一来就没事了 可抬头一看 我靠 你脑袋是吸铁石座的吗 怎么上面全是暗星 此时此刻 刘贤终于意识到了他们周围有刺客 小迷妹们得知自己被发现后 本打算重新隐藏起来 可不料九彩却突然出现在了他们身后 几人一看九彩瘦得跟个猴子一样 便以为这家伙只是个若不禁风的小迷主 于是二话不说就想要先杀了他 可下一秒 小九彩直接原地报应 瞬间化身肌肉小正开 几人还没看清发生了什么 顷刻间便被九彩瞬间制服 至此 唐初也终于看清了这些刺客的真面目 这些人不都是自己的小迷妹吗 那群大长老跟我作罪也就算了 怎么连你们也要被判了 可小迷妹们却纷纷表示 唐初哥哥不要误会 我们并不是针对 我们是要杀死所有唐初哥哥喜欢 这样唐初哥哥就是我们的了 一听这话 刘贤瞬间愣在了原地 看来不管是现代还是古代 狂热粉丝的极端行为都是时代的不同 而一旁的唐初也彻底梦 竟然还妄想伤害我心爱的刘贤 你们真是活腻歪了 说完 唐初便想要让他们以死谢罪 可就在这时 刘贤却突然拦住他 相比于直接杀了他们 他似乎有一个更好的处理方式 这到底是什么谩 竟然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 光是靠近闻一闻 就能让人欲罢不如 注意看 这个男人将随手摘来的松茸 放在石头上稍微一烤 随后又撒上了一些自己的秘乳 就这样 一道简单的石锅松茸便完成了 仅仅是闻到了飘在空中的香味 一旁的女刺客便已经绷不住了 然而更夸张的还在后面 下一秒 男人一把将烤好的松茸塞到了 女刺客的嘴里 松茸入口的一瞬间 他的味蕾瞬间原地爆炸 整个人差点爽到原地起飞 这个男人名叫刘贤 本来是世界第一的中餐厨师 结果却意外穿越到了 没有料理概念的五周大路 凭借自己那精湛的厨艺 但凡是有人吃过他做的菜 基本上都会瞬间被其争 从而情不自禁地爱上这个男人 就连刚才想刺杀刘贤的女刺客 在吃下刘贤的菜之后 也瞬间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而此时的另一边 魔教大小姐花生在得知刘贤逃跑之后 直接被气的眼泪都出来了 一想到自己之后再也吃不到刘贤做的菜了 花生直接开始原地打滚撒泼 边滚还边喊道 我不管 我就要吃刘贤做的菜 就在这时 魔教的汤圆大长老突然出现在了花生面前 而且他还故意把自己打扮成了刘贤的女 原来 在上期的时候我们说过 刘贤在逃跑之前 曾把黄金丸子的配方交给了汤圆 有了这个配方 汤圆也坚信自己能做出跟刘贤一样的黄金丸子 起初花生根本不相信汤圆所说的话 可话因为落 花生大小姐的眼前突然闪过了一道金光 他定睛一看 竟然还真是刘贤的招牌黄金丸子 你还真别说 光看外表 这几乎跟刘贤所做的一模一样 光是看到这道菜 花生大小姐的口水便已经淌下来 抱着无比期待的心情 花生毫不犹豫地将丸子放入了口中 可下一秒 只听见啪哒一声 一整盘黄金丸子直接被花生摔在了地上 这特么是什么东西 又苦又死了 这是给人吃的吗 原来汤圆所做的黄金丸子 虽然外观看上去跟刘贤的差不多之外 但在味道上却是天差地 再加上花生的嘴已经被刘贤饶掉了 所以这种级别的黄金丸子根本入不了他的口 没办法 还得是刘贤来才行 于是花生下令让日月东全员出动 就算搜遍整个五周大陆 刘贤的逃跑计划根本没有成功 上一期我们说过 在刘贤逃出日月东的一瞬间 他又刚好碰到了打算前往堂门的酒采 于是为了不被酒采查理 他只能跟酒采一块去了堂门 此时的另一点 刘贤和小酒采正在回日月东的路上 此时的刘贤还想趁机逃跑 可殊不知 花生派出的人早已盯上了 果然 话音未落 刘贤的脑袋便突然被人用麻点闻入 不知过了多久 等到他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正身处于一个非常眼熟的房间 同时 房间里突然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一听到这个声音 刘贤的心瞬间就凉了半截 没错 此人正是我们的魔教大小姐花生 好你个刘贤 咱俩这才结婚三天 你就开始想着逃跑了 你可真是我的好项目了 犯了这么大的事 花生必须要给刘贤来一点 此前入洞房的时候 花生就知道了刘贤患有严重的苦衣症 只要跟女孩有亲密接触 刘贤便会当场晕死过去 于是利用这一点 花生慢慢解开了上衣的扣子 毕竟两人都已经是夫妻了 有点亲密接触应该很正常啊 对付一个患有女症的男人 最好的方式就是用女人疯狂折磨她 刘贤这下是彻底完蛋了 打又打不过 跑又跑不了 她只能任由花生疯狂地折磨自己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第二天 被折磨了一晚过后 此时的刘贤可谓是身心俱疲 可这还没完 还记得之前刘贤跟魔教宗主的约定 如果三天之内刘贤做不出让宗主满意的事 那刘贤注定难逃一死 如今三天之气已到 刘贤的最后时刻也要来临 不过刘贤虽然干啥啥不行 但论做菜 他还真是没在怕的 就在刘贤准备做菜的同时 我们的汤圆大长老也在一旁偷偷地拿笔记着 这一次他一定要学会 半个时辰过后 刘贤的菜终于做好了 要知道 这道菜的成功与否密切关乎着刘贤的生死 可即便如此 刘贤的表情却依然非常淡定 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下 刘贤缓缓地掀开了锅盖 刹那间 一道耀眼的金光从锅里动发而出 直接闪得众人连眼睛都难以睁开 随之而来的 还有一阵阵扑鼻的香味 这道菜不是别的 正是刘贤最拿手的秘制红烧肉 光是闻了闻味 花生和他的老父亲花钱就已经开始咽口水 而在红烧肉入口一刹了 花生瞬间就绷不住 肥而不腻的口感再加上鲜甜交错的口味 这一口饱含汁水的肥肉下肚 花生整个人都差点飞了起来 而最夸张的还是老爹花钱 这一口下去 直接让他梦回18岁 并想起了自己曾经的初恋 果然 刘贤在做菜这一方面就从来没让人失望了 而结果也很明显 刘贤顺利通过了花钱的考核 抱住了自己的一条小 然而还没等刘贤来得极高兴 意外便发生了 一位不速之客突然闯进了日月东 此人正是天下会的胡椒会长 原来 今天不只是刘贤讨核的日子 同时还是天下会上能讨债的日子 之前我们也说过 魔教宗主花钱人如其名 真的就是只会花钱 喜欢跟人赌钱也就算了 关键还逢赌壁书逢书壁 半年下来 日月宗直接欠了人家天下会一大笔应战 这会儿人家找上门来了 身为宗主的花钱当然不能坐视不管 身为魔教日月宗的宗主 花钱可是堂堂的九阶五爪 其战斗力绝对不输胡椒会长 话音未落 气势如红的花钱笔直地走向了胡椒 眼神中满是杀气 光是这股气势 就让胡椒会长有些心慌了 你到底要干什么 可胡椒这边话才刚说到一半 花钱便一个剑步冲到了他的面前 就当所有人都以为胜负一分之时 花钱却突然跟胡椒擦电而过 随后二话不说 直接窜到了屋顶上就跑路了 是的 你没有看错 身为日月宗宗主的花钱 直接选择了逃跑 这么大的烂摊子 一下子就落到了花生的头 见状 胡椒会长也不装了 他此行不仅要讨债 更要一举拿下日月宗 你们魔教中人难道都跟依附有仇吗 胡椒身为堂堂八街舞者 对着实力烧刺一等的花生一顿疯狂输出 可一波操作下来 花生人没事 依附却全被撕烂了 看来跟战斗力没啥关系 女生打架的关键就在于撕衣服 我们的男主刘贤本想趁乱逃离魔教 但眼看着花生节节带点 考虑到自己跟花生毕竟是夫妻一样 虽然自己是被迫与他澄清的 但关键时刻 刘贤还是动了侧影之心 千军一发致己 刘贤果断地丢出了自己的菜包 并成功从胡椒手中救下了花生 但这一切都是暂时的 这下是彻底惹怒惹胡椒 还没等刘贤看清他的动作 胡椒便一个剑步冲到了他的面前 二话不说 直接一记中拳打在了刘贤的想腹上 八街舞者果然不予然 这一下直接打得刘贤口吐鲜血 差点就当场昏死过去 这还没完 胡椒在解决掉刘贤之后 又把目标转向了花生 毕竟花生是日月宗现在的主脑 只要抓住他 那日月宗便会群龙巫手扔他摆 可关键时刻 刘贤直接从当里掏出了一颗烟雾弹 这一发烟雾弹下去 场面瞬间陷入了一片混乱 根本无法看清对方是谁 本以为这样就能让花生趁机逃跑 但可惜 胡椒早已牢牢抓住了花生的胳膊 现在没人能阻止他了 很快 胡椒便趁乱将其装在了麻袋了 得手后的胡椒二话不说就要开溜 天下会众人得知花生被俘虏之后 也没有恋战 纷纷都跟着胡椒选择了彻底 只留下了一连猛圈的日月宗众人 自己的老大被人抓走了 那日月宗必将毁于一旦 可就在这时 一旁突然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几人并惊一看 发现竟然是花生大小姐 这下可奇了怪了 花生大小姐既然没被抓走 那胡椒的麻袋里装的是谁啊 画面一转 胡椒正背着麻袋在挡回天下会的路上 此时他心想 有了花生在手上 那日月宗就已是他的囊中之物 自己一统三大魔教的愿望指日可待 可就在这时 也许是被憋坏了 麻袋里的人突然啪的一声探出了脑袋 胡椒定睛一看 我靠 怎么是个男人啊 我花生哪去了 得知自己抓错人的胡椒彻底怒了 他恨不得当场就杀了眼前 这个数次妨碍他的男人 可就在这时 手下的人告诉他 这个男人的真实身份 其实是花生的笑容 一听这话 胡椒的眼里瞬间就有了光 既然如此的话 那你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说完 胡椒的脸上突然露出了一股意味深长的惊喜 而此时的另一点 日月宗的众人在将宫门翻了个底朝天之后 都没有找到刘贤的身影 至此他们也都清楚了 被胡椒抓走的人正是刘贤 花生心里非常明白 刘贤是为了就自己才被抓走的 所以他绝不能做事不顾 他下定决心 一定要把刘贤给抢回来 与此同时 花生的父亲花钱正站在屋底上 刚才发生的事情他都看见了 刘贤这小子果然没让他失望 而他之所以一直没出手 主要是因为他的伤还没有痊愈 贸然出手恐怕也是白点 在他养好伤之前 一切只能看花生的 而此时的另一边 刘贤已经被胡椒打入了天下会的大楼 等待他的除了惨无人道的酷刑之外 胡椒还特意给他安排了一个可爱的御友 相信光是那个家伙 就能让刘贤感受到生不如死的富翁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狠毒的女孩 为了折磨男主刘贤 胡椒会长在将刘贤打入地牢后 还贴心地为他准备了一个可爱的御友 此时的刘贤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只是隐约感到有双恐怖的眼睛在盯着自己 刘贤颤颤巍巍地回过头一看 突然 阴暗的角落里竟然窜出了一个女孩 而且这家伙就像发了风势地扑向了自己 还没等刘贤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自己的脖子就已经被他撕死掐住 而此时的另一边 监狱的守卫也找到了胡椒会长 把刘贤跟那个疯婆娘关在一起 这确定没问题吗 那个疯婆娘要是发起疯来 刘贤这小身板可活不过一天 到时候我们的人质计划岂不是要泡糖了 可胡椒却告诉她不用担心 那疯婆娘已经三天没吃饭了 根本没力气杀人 顶多就是让刘贤生不如死罢了 此时的另一边 虽然刘贤成功挣脱了束缚 并一拳打飞了眼前的这个疯女人 可话因为落 这个疯女人却再次疯狂地朝刘贤扑了过来 再这样下去 刘贤非得被他生吞了不可 他必须要反击才行 说完 用刀被中击了他的后忙 这一套操作下来 疯女人直接被打趴在了地上 与此同时 隔壁牢房的囚犯告诉刘贤 这疯女人可是有五接五折的实力 没想到你竟然能打得过她 还真是有一手啊 而刘贤也明显注意到 自己的功力确实是在不断地进行 然而刚开心了没一会儿 那个疯女人竟然又爬了起来 为了以防万一 刘贤再次抄起了菜刀 对着她的脑袋一顿疯狂输出 然而打着打着 那个女人却突然抱着脑袋大喊了 憋打了憋打了 我已经清醒了 说完 女人还连忙对着刘贤道歉 原来 这个可爱的女孩名叫马铃鼠 她表示自己的身体有时候会不受控制 所以才会发疯乱伤人 不过刚才刘贤那一下已经把她打清醒了 然而就在这时 隔壁牢房的蝎子哥也说话了 她表示这家伙现在的清醒状态只是暂时的 以刚才只是暂时阻止了她发暴 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果然 话才刚说到一半 马铃鼠的状态又不对劲 而且这一次她好像比上一次还要疯狂 连续的进攻让刘贤毫无招架的预定 好家伙 难道就没啥方法能够阻止她吗 千钧一发至极 隔壁的蝎子哥又说话了 她表示能让马铃鼠冷静下来的方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让她吸够毒量的鲜血才行 眼看马铃鼠张开血盆大口 朝自己扑了过来 刘贤可不想被她活活咬死 于是我 她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一口咬破了自己的嘴巴 想喝血是吧 那我就让你喝个够 说完 刘贤直接对着马铃鼠一口亲了什么 蝎子哥果然没撒谎 吸够血后的马铃鼠两眼一眼 整个人瞬间就恢复了正常 可刘贤就没那么幸运了 这一下差点没给她吸干了 本以为吸了自己这么多血就可以 可马铃鼠却告诉她 这点量最多只能让她维持一体 一听这话 刘贤整个人都傻了 这要是每天都来吸一次 那不出两天自己指定要被炸成干尸 难不成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可就在这时 透过马铃鼠的脸色 刘贤似乎从中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 面如哭辣嘴唇发子 你这身体上明显是有重瘤的症状 一听这话 马铃鼠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不过也算你好 刘贤我可是世界第一中餐厨师 你可知道 在中餐里有一个叫做食疗的东西 说完 刘贤还跟隔壁的蝎子哥借了几只蝎子 接下来 就是你刘贤给我展现技术的时候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已毒公毒吗 注意看 这个男人将手中的一坨黑色的不明物体 一把塞入了眼前的黄发妹口中 而就在此屋入口的一瞬间 黄发妹突然感到一股神秘的能量涌入了她的身体 下一秒 黄发妹更是直接当场来了一股暴衣 仿佛整个人都要炸砍了 然而 这突如其来的暴衣可把刘贤给吓坏了 虽然过程有些奇怪 但在吃下刘贤亲手所致的黑暗料里头 马铃鼠身上的毒竟然全都消失了 不仅腰部酸腿部头 甚至连说话都变得利索 不过 哄的就是突然感觉身体凉嗖嗖的呢 马铃鼠随即低下头一看 他这才发现自己现在正处于全开放状态 见状 刘贤只好将自己的外套借给了马铃鼠 在得知刘贤刚才救了自己命运最后 激动的马铃鼠直接一把扑倒了刘贤 他表示要用自己的身体好好感谢一下刘贤 可要知道 刘贤这家伙可是患有严重的恐女症 万一跟女孩子产生亲密接触 那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画面一转 与此同时的另一面 胡椒会长正在一脸享受的泡着温泉 当初胡椒在把刘贤关入地牢后 为了能让刘贤体会一下身不如死的感觉 他特意把刘贤跟马铃鼠关在了一起 本以为残暴的马铃鼠会将刘贤折磨得痛不欲识 可没想到马铃鼠非但没有伤害刘贤 反而还跟个狐狸精一样缠上了刘贤 不过话又说回来 刘贤已经被关起来这么久 怎么日月宗那帮人还不来座谈了 然而花音未落 一枚巨大的炮弹突然从天而降 差一点就砸在了胡椒的脑袋上 吓得胡椒赶紧穿上了外套 真是说什么来什么 此时花生已经扛着红衣大炮来到了山下 他冲山上的胡椒喊话 赶紧把刘贤还给我 否则我就要诈评你们的山头 这下胡椒人都省了 他早就想到了花生会来救刘贤 可是他没想到花生竟然如此猛撞 难道花生就不害怕我杀了他相公刘贤吗 行 既然是你先动的手 那你可就别怪我对刘贤动手了 与此同时的山下 小九彩似乎也意识到了不对劲 咱们这样大张欺不可进攻 他们不会狗急跳墙杀了刘贤吧 然而花音未落 一旁的汤圆大长老瞬间就急眼了 众所周知 汤圆大长老向来看不惯刘贤 他巴不得刘贤死于非命 所以他才会故意叫唆花生对胡椒发动炮敌 目的就是借胡椒之手除掉刘贤 而此时的监狱里 刘贤也终于从昏迷中醒过来 为了能逃出监狱 刘贤将自己制作的黑暗料理 一一分给其他学生 囚犯们在吃下刘贤的黑暗料理 其功力也瞬间恢复大半 在众人的帮助下 刘贤终于是逃出了这该死的监狱 而在刘贤逃跑的途中 由于他实在是太久没吃饭 鸡肠鹿鹿的他还顺手做了一碗白菜粥 然而刚吃了没两口 一个炮弹突然从天而降 不偏不倚地砸在了刘贤的身旁 刘贤抱着他的白菜粥从山顶 回过头一看才发现 自己竟然刚好撞上了钱来杀他的胡椒会长 连刚做的白菜粥都扣在了他的脑袋上 面对早已火冒三丈的胡椒 这下刘贤是彻底慌望 然而就当胡椒准备动手杀了刘贤时 他脑袋上的白菜粥却刚好流到了费 可恶啊 你究竟在粥里放了什么米药 魔教的胡椒会长在尝了一口 刘贤亲手制作的白菜粥后 整个人瞬间就绷不住了 话音未落 胡椒会长更是直接来了波源地报音 他这是第一次喝到如此美味的白菜粥 简直让人无法自拔 再将一整碗白菜粥全都喝下后 胡椒会长显然还不满足 这时 他注意到了流贤的脸上还有些白菜粥 于是他立马便扑了上去 二话不说便要对着流贤脸上的白菜粥一个勉体 与此同时 前来营救流贤的花生也终于赶了过来 听到前方流贤的声音后 花生激动地大喊了 老公你坚持住 我马上就来救你 然而下一秒 眼前的一幕便彻底让他省了眼 在将流贤脸上的白菜粥挺的一干二净后 胡椒还是没有脑子 然而就当胡椒再次靠近流贤时 不远处却突然传来了一声熟悉的喊声 赶紧放开我的老公 话音未落 护肤狂魔花生突然从天而降 只见他指着胡椒的脑袋喊道 臭女人离我的相公远一点 然而一听这话 胡椒反而更来劲了 在得知流贤是个厨师之后 胡椒便想要彻底的不占流贤 两个女人一言不合 便直接动手打了起来 可花生毕竟只是一个六阶五者 他完全不是胡椒的对手 眼看花生味就自己陷入了危险 就在这时 流贤也终于是看不下去了 只见他突然从兜里掏出来了一个大黄瓜 随后二话不说便一口痒了下去 此时胡椒和花生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 下一秒 一股巨大的绿色能量突然从流贤的体内爆发 等到胡椒反应过来的时候 流贤的拳头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 虽然这一拳最终还是没能打到胡椒 但巨大的冲击力着实让胡椒惊出了一身冷汗 他初步判断 这一拳起码有六阶五者的实力 也就是说 胡椒现在要同时面对两个六阶五者 可即便如此 胡椒的脸上却没有丝毫的慌张 因为他知道流贤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那就是孔女症 果然 一听到孔女症这三个字 上一秒还威风凛凛的流贤瞬间就有些慌了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胡椒便突然顺身到了流贤的身后 并当场给流贤来了一波怀中暴霉杀 这突如其来的一下算是彻底击中了流贤的命 幸亏花生及时将流贤从他手中救了下来 否则流贤怕不是要当场猝死 这还没完 明确了目标后 胡椒便轻轻拍了拍手 差那间 数名胡椒的女刺客便迎落位了 几人的目标也是非常明确 直接一拥而上死死抱住了流贤 这下流贤人是彻底妈了 一个妹子就够他受得了 这一群妹子一拥而上 这他是真扛不住啊 很快流贤便瞬间四肢无力的摊倒在了地上 就当流贤以为自己完蛋了的时候 身后却突然传来了一阵熟悉的声音 流贤抬起头一看 发现竟然是马铃薯来帮忙了 很快 在马铃薯的帮助下 挂在流贤身上的妹子眨眼间就被解决掉了 流贤哥哥的身体是属于我的 说完 马铃薯便一头扎进了流贤的口 这下该轮到胡椒头头了 他做梦都想不到马铃薯竟然投靠了流贤 如此一来 场面形势瞬间来了波两极反转 在马铃薯的帮助下 最终双方都战至了惊蹄利己 虽然花生和马铃薯都已经累得站不起来 但胡椒也早已经体力不止 他回过头一看 发现流贤正在恶狠狠地盯着自己 递绝胜负的机会已经来到了流贤的手上 为避免夜长梦多 流贤直接拿起菜刀对着了胡椒 可没想到 胡椒竟然还藏了一手胡椒 就在流贤冲上来的一瞬间 胡椒直接大手一挥 当场脱下了自己的外套 可怜的流贤仅仅是因为炒得一手好牌 结果却因此被三个魔教妖女给同事盯上 而这三个妖女为了争夺流贤也真可谓是不得数 这天晚上 流贤正在像往常一样在房间里舒舒服服的炮口 可就在这时 门口却突然传来了急不得敲门声 流贤本想穿上衣服去对对方看起 结果他刚一从早门里站起身来 对方却突然推门而入 开门的正是流贤的头号小明妹马铃薯 正所谓来的倒不如来得起 流贤这一波直接让马铃薯给看了个肝 害羞的马铃薯赶紧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不过虽然有了 但又好像没完全 流贤一看情况不对劲 便想要赶紧去穿上衣服 然而越急就越容易出问题 只见流贤突然脚底一把 直接身体视横朝身后栽了过去 一旁的马铃薯见识不论 联想都没想便想要冲上去接住流贤 不过虽然接了 但好像又没完全接 最终俩人直接双双栽挡进了澡盘 好家伙 这一幕怎么看上去有点不太对劲 然而这还没完 就当流贤意识到不对劲 想要起身离开的时候 怎料马铃薯突然一把子死地抱住了 好不容易跟流贤有了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马铃薯怎会轻易放动 还没等流贤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马铃薯二话不说 就要给流贤检查身体 然而就在他即将得手的一瞬间 门口却再次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 而敲门的人正是我们那心死手辣的胡椒会员 听到胡椒的声音后 流贤准个人都麻了 这要是被胡椒看到自己跟马铃薯 但胡椒不得生吃了他 于是流贤便以正在洗澡为止 想让胡椒在外面等他一下 然而一听到流贤正在洗澡 胡椒的脸上突然露出了一股坏笑 只见他突然一把推开了房门 说是要亲手帮流贤搓搓走 这下可把流贤给吓坏了 不过好在马铃薯及时将头埋进了洗澡水 不然是真要被胡椒发现 然而真正的大戏还在后面 看到流贤正在洗澡 胡椒二话不说直接脱去了自己的外套 可霸道的胡椒可不管你愿不愿意 等老娘霸王殷上恭候 到时候你不愿意也得愿意 水下的马铃薯在听到胡椒说的话之后 都不禁在心里啊啊骂到胡椒是个老流氓 可就在这时 他转过头一看 发现流贤的下方突然一军突起 这下把马铃薯人都给看傻了 没想到你的流贤嘴上说的不愿意 身体倒是挺诚实啊 而与此同时 胡椒也已经跳进了房门 而就当胡椒准备给流贤进去 下一秒 胡椒却突然从水里摸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在摸到这个东西之后 胡椒突然露出了一脸兴奋的神奇 没想到你这个家伙嘴上说着不愿意 身体却很诚实嘛 赶紧亮的向导大骨 说完 只见胡椒突然用手挠的一把 可仔细定睛一看 我靠 怎么是条胳膊啊 再仔细一看 好家伙 怎么还是个人 这下场面瞬间陷入了持续性尴尬 马铃薯一眼看事情败露 那自己也不装 只见他突然一把握住流贤并喊 我喜欢流贤我摊牌了 一听这话 胡椒的脸瞬间黑了下来 正所谓情敌见面分外眼红 于是两人一言不合直接共手打了解 而与此同时 魔教大小铁花生也刚好路过了流贤的房子 在听到房间里传来了激烈的打托声后 好奇的花生不断地推开了房子 然而眼前的余目却直接让他看伤 上期说到 这群魔教妖女简直是脸不妙 为了抢夺流贤 他们竟然趁流贤洗澡的时候发起了偷袭 最先到场的是马银鼠和胡椒 这俩人为了能独占流贤 直接在澡盆子里动手打了起来 而与此同时 魔教大小姐花生也终于来到了流贤的房间 在听到房间里有动作破 花生二话不说便赶紧冲了上去 可进去后定睛一看 眼前的一幕直接让花生愣住 好你个流贤 竟然敢背着我看这种事 还没等流贤来得及解释 愤怒的花生便迫不及待地要把流贤的伤手 最终 三个魔教妖女为了独占流贤直接撕破了 很快三人便扭打在了一起 场面瞬间乱成一顶 而流贤也趁机逃了出来 然而一步未平一步又起 流贤这边刚逃出来 结果就被汤圆大长老给盯上了 与那三人费尽心机想独占流贤不同 汤圆从始至终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杀了流贤 眼看流贤正成船在湖面上 汤圆也知道自己的机会终于来 于是他二话不说 直接用嘴召着自己的冲击钻就下了水 打算从水底给流贤来一波气息 可就当汤圆即将靠近船底的时候 他却突然游不动了 低下头一看 发现自己的左腿竟然被海草给缠住 而与此同时 咕噜咕噜的水泡也引起了流贤的注意力 如果汤圆再不赶快行动的话 那就很有可能要被流贤给犯了 千军一发之际 汤圆赶紧掏出了自己的遗手 并一刀斩断了缠在腿上的海草 虽然成功摆脱了束缚 可他在水里逗留的时间是在太长了 最终汤圆还是扛不住 而与此同时 看着水面上咕噜咕噜的大水泡 流贤心想 这水底下不会是有一条大鱼吧 可事实证明流贤想多了 大鱼没有 美人鱼倒是有一条 就在这时 因严重缺氧而昏迷的汤圆也终于浮出了水 看清楚对方是汤圆后 流贤人都懵圈了 这丫头是怎么一回事 虽然流贤有点想不明白 但现在这情况好像还是救人要紧 水性本就不好的流贤本想下手去捞 结果却不小心抓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 此时的流贤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直到他用尽全力猛的一拉的时候 定睛一看才发现 好家伙 这 这未免也太刺激了吧 不仔细看还好 这仔细一看直接让流贤的恐女症当场发作 随后更是双腿一软 两人直接扑通一声双双呆进了河里 而与此同时的另一 胡椒花生和马铃薯三人还在房间里不可开枪 可打着打着胡椒终于发现了个月 他回过头一看 我老公流贤呢 此话一出 马铃薯和花生这才意识到 刘贤竟然不见了 画面一出 幸运的刘贤并没有被淹死在谁 而是被湍急的河流给冲到了暗点 等到他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 可一旁同样被冲上岸的汤圆就没那么兴趣 眼看他迟迟昏迷不醒 刘贤心想这家伙不会是被淹死的 为了以防万一 刘贤还特意检测了一下汤圆的呼吸 结果很不幸 他已经感觉不到汤圆的呼吸了 可即便如此 刘贤还是觉得能再抢救一下 事到如今他也不在乎自己的红女症 只见他突然吸了一大口气 打算给汤圆做一波人工呼吸 而就在这时 汤圆却突然醒了过来 眼看刘贤马上就要亲上自己 而汤圆却并没有反抗 然而就在刘贤的嘴唇即将碰到汤圆的一瞬间 汤圆的眼神突然变得犀利了自己 随后 他更是突然张开了自己的血盆大喉 露出了自己那锋利的鲨鱼尺 他这到底是要干嘛 男孩子们千万不要乱给妹子的人工呼吸 否则后果将会非常可怕 面对溺水后一直昏迷不醒的汤圆 男主刘贤在尝试了所有急救方式无果 便决定给汤圆来一波人工呼吸 只见他先是猛地吸了一大口气 随后便开始慢慢地向汤圆的嘴唇靠起 可就在这时 汤圆却突然睁开了眼 不过让人意外的是 在看到刘贤的大嘴唇 汤圆却并没有抗救 难不成汤圆只是想体验一下男人的味道 而就在两人的嘴唇即将碰到的一瞬间 汤圆却突然露出了一股犀利且凶恶的眼神 并同时张开自己的血皮大口 露出了两台尖锐的鲨鱼尺 此时的刘贤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下一年 只听见突然咔嚓一声 汤圆这一口下去直接把刘贤给咬的耳朵吃起 此时刘贤人都麻了 我好心就宁愿 你要我干嘛呀 可话音未落 汤圆直接反手一刀刺向了刘贤 得亏刘贤闪及时 否则这一刀下去 刘贤恐怕就要白点 同时汤圆还大骂刘贤是个流氓 竟然趁自己昏迷的时候对自己图谋不顾 刘贤本想解释 可这里毕竟是一世节啊 这里的人哪懂什么人工不息啊 刘贤本想先让汤圆稍微冷静一下 可就在这时 正在拔刀的汤圆突然用力过猛 身体直接失去平衡向口栽了过去 恰好跟身后的刘贤撞了个人养老饭 众所周知 有时候男人的小老弟确实不太好控制 而汤圆也感觉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在身后屁股台子 小脸刷的一下就突然变了 这下是真没法解释 汤圆的眼神中瞬间充满了杀气 恼羞成怒的他直接拔刀刺向了身后的刘贤 不过刘贤也好歹是一个厨师 这么多年的饭也没算百事 他不仅空手接住了汤圆的紧迷 还反手来了一记二指尘 将汤圆的祖传匕首给碎成了两半 没了凶器 这下我看你怎么杀我 可就在这时 汤圆直接一把扑了手 突然从兜里掏出了一样东西 看到这东西以后汤圆立马就老实了 怎么样 我身为一个厨子随身带把菜刀应该很合理吧 终于 在刘贤的一番好言相劝之下 汤圆也终于冷静了下来 毕竟现在的情况是两人被吞在一座孤岛上 这可不是搞窝里兜的时候 当务之急是要先想办法回去 可话因为路 两人的肚子却不约而同咕噜咕噜的叫起 看来当务之急还是得先调猛故 那这就到了刘贤最擅长的 对于一个优秀的屠室 即便深处孤岛那也丝毫难不住他 只见他先是通过钻木驱火的方式弄到火 随后又随手从树林里打了一只迷路的鱼 看着这只可爱的小白兔 刘贤的脑子里瞬间闪过了小白兔的一百分钟 可就在这时 一旁的汤圆看不下去 兔兔这么可爱你怎么可以吃兔兔 然而话音未落 只见刘贤突然手起刀落 可爱的小白兔瞬间上了天堂 还没等汤圆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一道喷香的异式界烤兔就已经完成了 说完 刘贤还扯下了一根兔腿口 才让汤圆尝尝 可汤圆身为爱兔兔邪惠的富丽心 他就算是饿死在这黄奔上 也不会吃你一口兔肉 下一口 烤兔肉的香味就抛到了汤圆的瓶子 刘贤也不愧是世界第一厨师 厨艺的确是没话说 汤圆光是轻轻闻内心 他的身体便已经开始不吃不住了 就连双腿也开始卷住的产生 兔兔那么可爱 你怎么可以吃兔兔啊 话音未落 刘贤直接手起刀落 瞬间便送可爱的兔兔上的天堂 看着眼前伸手一触的骨 我们的汤圆人都赏了 这么可爱的兔兔你都吓得去手 你还是人吗 然而话还没说完 刘贤这边一道偏香的烤兔肉便已经完成了 随后 刘贤还贴心地扯下了一根兔腿 打扮让汤圆尝一尝 可汤圆身为爱兔兔协会的铺主席 他扬言自己就算是饿死在这座孤堂上 也绝不会吃你一口铺人 说完 汤圆还气凶筋地脚过了身 然而下一秒 炒猪肉的香味便顺着空气飘到了汤圆的目前 而刘贤也真不愧是世界第一中餐厨师 厨艺确实是天下无敌 汤圆这边仅仅是闻了一口香味 他的身体就已经把吃不住了 上一秒汤圆还在帮死去的兔腿操住 结果下一秒 汤圆便立马朝刘贤手中的兔腿敷了上去 不过好在刘贤反应及时 让汤圆这一口下去吃了个空 这下刘贤是彻底封不住 你不是死也不吃兔肉的 怎么这就反悔了 此时的汤圆也不撞了 我喜欢吃兔腿我谈牌了 快把那该死的兔腿塞我肥 说完 汤圆再次张开血盆大口 逃刘贤手中的兔腿吐了上 而刘贤也没跟他一般见识 将完整的一块兔腿都给了他 在兔肉入口的一瞬间 汤圆的整个身体都快要融化了 这酥脆的外皮 这仅是弹牙的兔肉 这口感 就像是有一百只兔子 在铁巴里操舞 虽然身为炼丹师的汤圆 一直瞧不起身为厨师的刘贤 但人的味蕾不会说话 此时的汤圆还是挺佩服刘贤的 可就在这时 地旁的草丛里 却突然传来了一阵奇怪的声音 好奇的刘贤本想靠过去查看 可突然间 草丛中突然窜出了一个神秘的声音 还没等刘贤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对方二话不说 抬手就是一方 这一下直接打了刘贤一个措手 锋利的匕首 瞬间划伤了刘贤的身体 健壮 一旁的汤圆人都蒙圈了 这家伙痛谁啊 怎么二话不说就要杀人了 可话还没说完 对方竟然再次拔刀冲了上 虽然刘贤及时抽出菜刀 打下了这一剂 但对方的实力明显是要高自己一头 见识不妙 一旁的汤圆赶紧刨对方 丢出了几个小关 可这种蓬度的攻击未免有些太平衡 对方反手一刀下去 便将汤圆的暗器给切成了碎片 可就在这时 说完 对方便硬生了 汤圆本以为这样就结束 可回过头一看 一旁的刘贤竟然也开始口吐 眼看他就要晕死过去 汤圆也没来得及多想 便赶紧给刘贤喂下了几个 直到刘贤脱离生命危险 汤圆这才平过来 不对啊 我的任务不是刺杀刘贤吗 我怎么把他给救过了 此时的汤圆还没有意识到 自己对刘贤已经有了一次奇妙的情绪 在救下刘贤之后 汤圆还从刚才的刺客身上 发现了唐门的令牌 在看到唐门的令牌后 刘贤简直是有些难以置信 要知道唐门的少主可是唐初啊 这家伙对刘贤可为是 朝思暮想爱如真狠 怎么会派刺客来暗杀他呢 话因为路 远处再次传来了 一大批唐门刺客的声音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疯狂的妹子 她是唐门少主唐初的亲妹妹 为了能练成传说中的百毒玄公 这妹子从来没有喝过一滴水 直接把最猛烈的毒药拿来当审核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不知这样修炼了多久 妹子终于练成了百毒一轻之体 达到了百毒玄公的大力 不过在得到力量的同时 妹子也付出了惨痛的态度 由于长时间服用大量毒药 妹子的体重直接翻了两倍 从一个身材高抬的翩翩少女 变成了如今这副女孩 上期说到 在唐门山崩的危险时刻 唐初为了就流血 导致自己的左腿直接被锯石压断 而妹妹唐人在看到哥哥钻斗之后 直接吓得当场晕了 画面一转 等到妹妹唐人和昏迷东西 她突然发现自己惊人光的声音 与此同时 一旁的刘贤见她醒来之后 便端着一碗粥走了过来 昏迷了那么久一定饿了吧 赶紧先喝碗粥吧 可怎料唐人不但不领情 还差点一把打翻了刘贤手里的粥 刘贤也是无奈 你都快瘦成猴子了 还不赶紧多吃点东西不易 然而一听这话 唐人却突然一愣 你刚才说什么 瘦 说完 唐人赶紧起身照了照镜子 结果眼前的一幕 直接让她愣服 自己竟然真的变成了以前的萌萌 据刘贤所说 昨晚在她昏迷的时候 刘贤给她喝下了 可以用来排毒的五湯 说完 刘贤还一脸嫌弃的 看向了地上 被她寄满鼓鼓的衣服 你这孩子到底是吃啥长大的 怎么200斤的体重里 起码得有一百亿目 这味道简直是烂眼 一听这话 唐人还以为刘贤是在羞辱她 只见她突然起身大喊了 这个白痴 既然嫌弃的话 就赶紧滚出自来 然而就在唐人说这话的时候 怎料情绪一激动 导致身上用来遮挡的被子 突然脱落 你说奇不奇怪 虽然唐人一晚上瘦了一百斤 但这不该瘦的地方 真是一点都没少肉 刘贤从小到大还没见过这么大 当场就一口鼻血给他死 而唐人也很快便意识到了不对子 好你的臭色狼 竟然敢占老娘的皮 看我不杀了你 而与此同时 一直死在帐篷外面的 唐人一经里面弄不住 便打算进去瞧一瞧 可进去定睛一看 好家伙 你俩怎么会玩啊 不打扰了 说完 唐人便赶紧又溜了我们 这下可误会大了 恼羞成怒的唐人 这下是彻底弄不住了 他二话不说 直接一把掐住了刘贤 说是要让刘贤 常常摆如玄公的力量 可刘贤却劝他 还是别白费的起 在你身体里的毒素被排毒 你的五毒玄公 当然也已经被废了 刘贤的这句话 如同晴天霹雳一般 狠狠地披在了唐人的口上 那这么说来 自己多年的修炼 岂不是白费了吗 而且最要命的是 由于唐门被毁 身为唐门少主的 他岂不是要无家可费用吗 于是画面一转 刘贤只能先把唐人 带回了日月冬 结果刚一进门 刘贤就被花生给带住了 好你个刘贤 竟然还敢往家里带狐狸子 说完 花生一言不合 直接掏出了一把警告 当场就要给刘贤做绝育手术 花生人多懵了 唐门的大小姐 不是那个丑八婆吗 怎么可能不是她 然而一听丑八婆这三个字 唐人也忍不留 原来你就是那个脾气暴躁 性格扭曲的日月冬大小姐 今日一见 果然跟传闻中的一模一样了 说完 唐人又反手一把 捞住了刘贤并说 跟这种暴脾气的女人 闻过日子 我看你还是把这个女人 乖乖做我的女人 这个可怜的男人 身为世界第一中餐厨师 因为炒得一手好菜 结果却被三个魔教妖女 同时冰上 三个魔教妖女 为了独占刘贤 甚至不惜充满作品 而率先发难的 就是我们的唐门大小姐唐 她表示 只要刘贤肯入这唐门 那别墅是自己的身体 到时候唐门上下的 所有灭物就都是你 当然 如果你的口味比较气 那我唐门的精壮汉子 也可不赖 保证能满足你的个体虚心 一听这话 一旁的日月冬大小姐花生 可坐不住 再怎么说 我和刘贤也算是 正经结果不论 哪轮都到你在这种状 说完 花生直接掏出了 自己的四十米大坦道 二话不说 就要卡了唐人这个狐狸精 而就在这时 天下会会找狐狭也赶过 这位更是重量级 要知道当初 刘贤在昏迷的时候 狐骄曾趁机 把昏迷的刘贤 带到了自己的房间 并给刘贤猛猛的上一课 教会了他很多技巧 单凭这一点 狐骄自认为 刘贤非自己莫属 然而一听这话 花生更来气了 好你个臭不要脸吧 睡了我刚过门的项果 还好意思 就这样 三个魔教妖女 谁也不忘谁 直接当场就打了起来 可要知道 这三魔教妖女 所修炼的功法 互相克制 就如同剪刀石头 不一般互相制约 说是要拼个泥死我活 可到头来 反而是谁也奈合不了谁 最终 三个魔教妖女 一拍几分 既然没法独占刘贤 那不如 我们就把它给平分了吧 要知道 刘贤一直心心念念的范装 也马上就要建成开业 而刘贤作为这个世界里 唯一的主事 我们只要牢牢地 把刘贤控制在手里 那凭借着刘贤 神不其神的服务 到时候一定会有 更多的人加入 到那时候 我们三大魔教 必然能称霸五周大 不得不说 三大魔教妖女的 这一计划简直完美 既满足了刘贤 开饭庄的愿望 又可以借此机会 发展魔体的势力 的确算得上 是一个完美的计划 可殊不知 在与此同时的皇宫 一个身着厨师服的 皇宫女孩 正站在圣旁的面前 只见女孩的手里 正端着一杯红紫 而摆在她面前的 则是一道道本 不该出现在 这个世界的稀残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 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 就说过 刘贤当初是为了 就一个坠楼的女孩 直接奋不顾身的 从楼顶一二次 这才意外穿越到了 没有料理概念的 五周大路 可刘贤一直不知道的是 当初坠楼的那个女孩 也一同穿越到了这个世界 女孩名叫西米娜 她跟刘贤可是老同事 刘贤是世界第一中餐厨师 而她西米露 则是世界第一西餐厨师 皇宫女的人 在亲口品尝到 西米露的西餐后 连同圣上在内的所有人 无一例外 全都被这一道道 从未见过的东西里争议 要知道在没有料理概念的五周大 就连圣上也从没尝过如此美 于是圣上二话不说 直接封西米露为御用服饰 无论是黄金还是宅品 只要你想要的 郑统统都能给你 可西米露却表示 自己不需要黄金 也不需要宅品 只需要圣上帮自己找一位 一听这话 圣上不仅好奇地问他 到底是什么 竟然还能比黄金珍贵啊 而西米露则严肃地回答 一个男人 一个对自己非常重要 这个男人曾是世界排名 第一的中餐厨师 但凡是有人吃过他 亲手做的菜 那么不管你是男女还是老婆 都会瞬间情不自禁地爱上他 然而因为一场意外 刘贤竟然穿越到了 没有料理概念的五周大陆 由于这个世界没有料理之一 所以这里的人 每天都只能靠吃骨子的单要中心 他们吃的饭 简直比我们吃药还要痛 而后来在三大魔教院的帮助下 刘贤惺惺惺惺的中餐馆 终于在五周大陆开营 要知道 开饭馆可是刘贤身为一个厨师的终极梦想 此时的他内心别替有多激动 正所谓情到深处男自己 只见刘贤突然一本钻着花生的小水 看着你能我能的架势 难道说刘贤终于要像花生的小水了吗 一想到这里 连花生都不免紧张了起来 然而就差灵灵意见的事 一旁的小九彩见状却突然好奇地问我 刘贤哥哥 你的孔女症好像没事了 好家伙 你不说我还真得忘了 就是因为小九彩这一提醒 刘贤的孔女症竟然再次发动 瞬间便开始头冒冷汗身体发抖 这下别说是表白了 就连跟花生对视一眼都难受 于是刘贤便想找个借口赶紧去看 好家伙 你把我花生当什么人了 老娘的情绪刚给你挑起来 结果你特么跟我说完事了 说完 花生便一把强行搂住了刘贤 这下刘贤可是更忠不住 你你你 你要对我干什么 一看刘贤这么紧张 花生不禁有些吃醋的味道 我之前可听说了 你曾经当溺水的汤圆做过人工夫妻 怎么 汤圆就不是你了 为啥你跟别人亲密接触的时候不犯了 而我在一起的时候就受不了 一听这话 刘贤人都麻了 看这一旁还在装作若无其事的汤圆 刘贤忍不住大喊道 好你的汤圆 你咋就一点秘密都守不住呢 我当时可是为了救你的命 然而话音未落 花生便突然加进了刘贤 并娇羞羞的问道 难道我不是你的准弹养子吗 然而花生的话都说到这个份上 刘贤却不知是真傻还是假傻 还是装作一副听不懂的样子 一听这话 花生人都快要被气扔了 只见他二话不说 直接来了一句花生悲哭 瞬间将刘贤踹出去了几十米月 赶紧滚去做菜吧 活该你一辈子单身 虽然骂得比谁都狠 但在花生的心 刘贤已然成了他最重要的人 曾经那个心狠手蜡 为达到目的不得手段的魔法妖女花生 如今却变成了这副多愁善感的语言 真是令人唏嘘 不过花生这一脚也是真 好全没给刘贤的脑袋踹开花 再把脑袋从墙里拔出来的 刘贤赶紧环顾了一下四周 在确定四下无人后 刘贤也是彻底绷不住 因为他心里非常轻松 自己刚才竟然差点对花生心动了 一想到这里 刘贤便开始疯狂的拿脑门砸起 并在心里不停的念念 刘贤啊刘贤 你的梦想可是弘扬中华美食啊 女人只会影响你拿菜刀切菜的赋 一想到这里 刘贤便又瞬间来进 再加上今天是开业的第一天 所以我必须要做一道 能够震惊所有人的意义 话音未落 一个熟悉的生意 忽然出现在了刘贤的眼前 定睛一看 发现竟然是一只老母鸡 这家伙可是咱们的老熟人 有人还记得这只鸡的故事 上期说到 厨师刘贤惺惺惺惺的饭庄终于开业了 开业第一天 刘贤的小饭庄便急满 不过别误会 这群人可不是来吃饭 而是专门跑过来打场 此时的刘贤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他还以为这几个状态是来吃饭 并让几人自外面打 菜马上就要做好了 可怎料对方来试询 二话不说直接对着刘贤来的一拳 这一拳虽然没打到刘贤 但是却一把先翻了刘贤刚打好的发生 这一拳只是警告 接下来这一拳看我浪费 说完 一记事大力尘的严权 直层刘贤的脑袋 这一拳的速度之快 普通人根本来不及反应 更别说刘贤此时还被逗他 千军以法之际 只见刘贤突然一个自信的飞逼 竟然还真让他躲过了这一拳 见状 这大哥人都有点懵懵 自己的权力一击 竟然被此人如此轻松的坏者 难道传说都是真的吗 传言此人以一己之力 征服三大魔教妖女 看来这家伙还真是名不续传了 然而事实证明 这大哥实在是想有点 刚才那一下 只是刘贤为了保住 锅里的油炸花生 才下意识做出的铺就好 大哥眼看情况多 便打击招呼小弟们一起 能看得出来 这群人应该都是掩火帮的人 一招招言权使的是真不赖 而另一边 刘贤虽然保住了锅里的油炸花生 但仔细一看 这游温好像还差的意思 可现在在生活明显已经来不及了 就在这时 那群壮憾的言权也刚好打 看到这玩意 刘贤突然眼前一亮 你看看 这不是强了吗 说完 只见刘贤大手一挥 直接将锅架在了这撒倒霉蛋的眼前上 你还真得说 这火候还真是刚刚好 眼看炸得差不多了 随后刘贤大手一挥 将炸好的花生米往天上一撒 准备出锅 刘贤也不愧是世界第一中餐厨师 这随便往天上一撒 炸好的花生米是一颗不辣的群 都被他人接住 而那锅热油也是一滴不辣 全撒那撒倒霉蛋的脑袋上去 眼看自己的小弟被人炉死了 大哥这下是撤离 而与此同时 刘贤的油炸花生米虽然已死了一遍 可就当他准备开始做主菜的时候 却突然发现炉道上的火竟然灭 这下在生活可不有点费事了 可就在这时 一记蕴藏了大哥三十年功力的爆炎充火 突然朝刘贤打了过来 臭小子 赶紧给我去死吧 然而刘贤定进一台 好家伙 雪中送炭了大哥 说完 只见刘贤又一把干锅架下的大哥严羽 以掌围造以气为止 刘贤赶紧起锅烧油 再把世间准备好的鸡肉 炸好的花生米倒进去 好家伙 你这是没把大哥放在眼里 此时大哥的怒气值已经颠满 这一记连防黄雁玄上的火可不胜 乃是咱大哥的马上目 可在世界第一厨师刘贤的眼睛 这样的大火用来收之入味 简直是再有了什么火 画面一本 这边的工具人大哥已经是打的精疲力尽 而刘贤的工榜鸡丁也是终于出货了 而正所谓吃水不忘挖转 刘贤的工榜鸡丁出炉后 还特意给累他的大哥刘贤 就当刘贤将美味的工榜鸡丁 拱到大哥的面前时 大哥已经快被感动了 没想到我这么对待他 他却还能如此善待我 这胸襟 这气质 简直就是一位圣子 然而话音为虑 刘贤的嘴角上突然露出了一股态心 随后只听见啪的一声 刘贤直接狠狠地将菜扣在了大哥的那里 饭店开业第一天 这个厨师直接将一锅热腾腾的菜 一把护在了壮汉的脸上 因为就在刚刚 厨师刘贤在炒菜的时候 这家伙就一直不怀好意地在旁边打扰刘贤 最终刘贤忍无可忍 直接将做好的菜扣在了他的脸上 虽然这一下确实大快人心 但对方好歹也是炎火花的包 那脾气是出了名的火花 说完 只见那壮汉一声不吭地站起了 画这个黑脸就朝刘贤走过 一旁的三个魔教妖女也意识到了不未尽 壮汉颤颤巍巍地说 竟然 竟然会有这么好事的事 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事 这壮汉在不小心吃下刘贤 害着他 竟然直接当场来了波森金犯案 还没等刘贤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 壮汉便突然哭通一声跪在了刘贤的面前 并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请求刘贤能够原谅自己 并且只要刘贤点头 他炎火帮的所有弟子都将败在刘贤大人的名下 只求日后刘贤能赏口菜吃 说完 众弟子们直接齐刷刷地跪在了刘贤的面前 一看这场面 刘贤的心里先是愣了一下 不过反应过来最后 刘贤的心里也是乐开的花 饭店刚开一 自己刚好缺人手 这下他们可真是帮了大忙了 说完 刘贤也是毫不客气 该生活的生活 该刷碗的刷碗 手底下都赶紧给我拔印 你还真别说 有了这群人的帮忙 刘贤炒菜的效率也是大幅提高 很快 一大桌美味的满汉全喜就已经有了 看到这么一大桌子菜 一旁的大小姐花生当场可就拔不动头 二话不说就要上手开吃 可刘贤却突然一把来自了她 她表示今天是开业的第一点 这些最好的菜是给客人们准备的 说完 刘贤便一脸自信地走出了厨房 大火就等了 准备上菜 然而定睛一看 整个大堂里别说顾客 就连个活着的人影都看不见 这下刘贤人都蒙了 怎么不这样 怎么一个顾客都没有了 见状 一旁的壮汉也看不下去 刘贤哥哥你放心 我今天就算是硬拉 也要把客人给你拉进来 说完 壮汉直接冲到了饭店门口 刚好这时有两个倒霉蛋 这俩倒霉蛋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壮汉便一把抓住了两人的衣服 走 跟我进屋 我屋里有好康的 话音未落 怎料俩倒霉蛋突然哭着大喊 壮汉饶命了 我们还不想丢了血命 一听这话 壮汉人突然一落 吃个饭怎么会丢掉死 你这话到底 话音未落 一道金光突然从天而降 一直地落在了饭店的门口 众人定睛一看 这几个家伙可不得了 都是个大门派里有头有脸的人 并且这些家伙自称是正派人 跟三大魔教可谓是血口不入 在得知三大魔教开了一家饭店之后 他们也是撂下了狠话 谁敢去他们家吃饭 就是跟三大魔教同流可污 就是跟我们正派做过 那后国女的想必也非常清楚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才没人敢去刘贤的饭店吃饭 而至这一消消 刘贤心想着其中一定有什么误 于是便上前想跟这群所谓的正派人 实在不行给你们打个七折也行 可对方哪里听得进去刘贤的 还打七折 看我不把你打扶着 说完 领头的那家伙直接拿刀朝刘贤 千钧一发之际 壮汉突然躲在了刘贤的面里 直接用胳膊帮刘贤 咔下了这一刀 好家伙 这壮汉人珍惜 有时他是真感受 刘贤简直是太惨了 心心念念的一世界饭店终于开业了 结果开业当天不停的顾客都没有 还惹来了一大帮修仙者来打场 原来 刘贤的这个饭店是在三大魔教妖女的帮助下来开启 代表的自然也是魔教 所以肯定会引起那些正派的动作 为了证明自己 刘贤提出要跟对方进行一次美食批评 看谁做的东西更好 可一听这话 对方当场就论了 小子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我可是阴阳门的八品炼丹师 整个五周大陆里炼丹比我强的去之可死 就你还敢跟我比 你可真是不怕死 可一听这话 刘贤却丝毫不慌 我刘贤堂堂世界第一中餐厨师 然而一听这话 对方却不论你 大哥 这里可是五周大陆啊 哪有比拼味道的 要比也是比笑过 他这么一说 刘贤这才突然想起来 这里可是没有美食概念的五周大陆 他们平时都是拿土色的丹药当饭吃 哪里懂什么味道啊 但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 想反悔肯定是来不及 刘贤只能是硬着头皮打算抵一把 话音未落 一个头戴斗笠的神秘人突然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他叫蜻蜓队长 哪里有比赛哪里就有他 据花生所说 他来当裁判绝对是再也合适不过 正巧 蜻蜓队长现在的修为正处于突破的瓶颈器 看你俩谁做出的丹药能帮老夫突破瓶颈 那他就是这场比赛的胜者 当然老夫也不白吃你们的丹药 如果有谁真能让老夫突破 那到时候老夫就当欠他一个人情 一听这话 围观的群众全都疯了 要知道蜻蜓队长可是传说中的八阶五准 他的人情可不是用钱能衡量的 事不宜迟 在明确规则后 两人的比赛也正式开始 这场比赛限时一炷香的时间 超时的一方直接算作认输 比赛一开始 这阴阳门的白公子便瞬间进入 别看他长了一幅不太聪明的样子 但只要开始炼丹 这家伙变像换了个人一样 不仅把药材运运到了极致 就连炼丹的功法也都是兴奋的 八品炼丹师果然名不虚传 而反观刘贤这点 半炷香的时间都已经过多了 刘贤甚至还没想好该做什么 作为世界第一中餐厨师 想要做出好吃的饭菜简直一如反掌 但要说到能让人提升修为的犯态 他还真没啥仔细 于是为了保险起见 他先是询问了一下 倾听队长的身体状况 再得知这老家伙最近没有吃亏心 而导致身体气血亏不好 刘贤也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只见他突然掏出了一块新鲜牛肉 打算来倒水煮牛肉 给这老家伙补补气血 不过由于这道菜 对火候的朋友要求尽 传统的炉爆又不太好控制 于是刘贤又叫来了炎火帮的状态 这状态最擅长的就是炎犬 对于刘贤来说 这简直就是一个行走的电磁物 与此同时 白公子的霹雳无敌超级腐修丹也就完成了 看样子就知道数是不赖 此时的蜻蜓队长也是倒不及了 二话不说便一口将丹药拼了进去 在丹药入肚的一瞬间 一股强大的真气突然从他的体内迸发而开 在场的观众全都动大了眼睛 难道说这真的要突破了吗 然而事实却很可惜 此一来机会便来到了刘贤阵 就在清廷队长打开盘子的一瞬间 一道耀眼的金光突然从里面迸发而出 虽然刘贤做的这碗一根丹药完全不搭别 但扑面来的香味 却能让他情不自禁地把菜往嘴里送 而就在牛肉入口的一瞬间 清廷队长的心里突然咯噔了一下 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只听见轰的一声 清廷队长直接当场来了个大报应 并大喊道 快闪开 老夫要突破了 这一幕直接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傻了 他们谁都想不到 这斗篷下面竟然是一个紫头发的木屋 这个自称是老夫的神秘人 在吃了一块牛肉之后 他的身体竟然开始不受控制的发动 随后只听见轰的一声 这神秘人竟然直接来了个当场暴力 这一幕直接把台下的观众给看傻了 谁能想到 这个从始至终一直自称老夫的神秘八街舞者 竟然是一个紫头发的妹子 原来就在刚刚 厨师刘贤和炼丹师小白来了一场炼丹比赛 就比谁做出来的单样 舞者的神秘人在突破一层进阶 而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神秘人在吃下刘贤的水煮牛肉之后 不仅瞬间突破了修炼期的平均 美味的牛肉更是让他的味蕾瞬间爆炸 直接选到原地报夷 此时的刘贤也没能想到 自己做的菜竟然还有这种功效 在得知自己成功突破后 那子发妹子直接一把搂住了刘贤 他的名字叫姜思 为了感谢刘贤帮自己成功突破 姜思一言不合便打算向刘贤现身报答 好家伙 这一世界的妹子都这么懂得知恩图报 可以听这话 旁边的花生可不乐意了 二话不说就给这妹子来了一记飞梯 我才是刘贤的正牌娘子 你这臭妹妹还是赶紧往后哨哨吧 可怎料这子发妹子也是个狠人 是你的又怎样 这男人我今天吃定了 话音未落 俩妹子一言不合直接动手打了起来 看到这一幕后 一旁胡椒的心理更是乐开了花 没想到刘贤如此轻松就又收服了一名强者 照这个情况下去 只要他牢牢地将刘贤在手里 那推翻武朝的统治必将指日可怜 画面一转 不知是打了多久 这俩妹子也是终于都消停了下来 虽然花生实在不想留下他 但打又打不过 脸又脸不走 最终花生灵机一动 正巧现在饭店缺个宝安 你不是很能打吗 那这宝安大队长的职务都非你莫属 对此 姜思当然也没啥意见 只要能让他留在恩公身边 让他做啥都可以 至此 上到后厨下到宝安 刘贤的饭店人手也算是齐备 而再赢下了这场跟店 但是小白的比赛 刘贤的饭店更是一炮而回 昨天还空无一人的饭店 到第二天直接坐无虚席 饭店门口更是排起了一条长楼 整个饭店从上到下 更是忙得不可开交 曾经叱咤风云的三大魔教妖女 如今也是该端盘子的端盘 该刷碗的刷碗 不过即便如此 胡椒也是一点怨言都没有 因为照这个情况下去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因为刘贤的美食而加入 毕竟刘贤的美食 可以帮人提升修为 再加上我们三大魔教原本的战略 想必不出半年 我们就能拥有 能以朝堂套行的实力 非奔武朝指日可待 而与此同时 饭店火爆的一幕 也被花生的父亲花钱看在了眼 但本该高兴的花钱 此时脸上却没有一丝笑容 因为这一幕 让他想起了16年前那段悲惨的过子 画面一转 与此同时的皇宫里 与刘贤一同穿越而来的 西餐厨师西米路也有动作 此时的他已经是皇宫的第一御厨 想出宫去找刘贤肯定是办不到 于是西米路找来了自己的徒弟 想让他代替自己去寻找刘贤的项目 即便西米路并不确定刘贤 是否穿越到了这个世界 更不确定刘贤是否还活着 但刘贤乃是他生命中最终的 他必须要找到刘贤 我滴个乖乖 你们修仙者的衣服都不要钱了吗 怎么一言不合就要报衣了 故事紧接上期 在得知刘贤做的菜 能够帮人突破修为时 武周大陆的修仙者们全都坐不住 有这好玩意 咱还吃这苦涩的丹药干嘛 一时间 刘贤的饭店瞬间爆满 排队的人甚至从山顶排到了山下 有的修仙者为了能吃到刘贤亲手做的饭 甚至不惜等上的三天三夜 眼看日月宗因此混得风生水起 隔壁神泉宗的大长老可谓是如坐针毡 要知道神泉宗与日月宗从来都是水果不如 再这样下去 他日月宗将来怕不是要骑在咱们神泉宗头上挖食 于是到了第二天 神泉宗的大长老直接带着一大帮弟子来到了日月宗 打算来念念你日月宗的威风 然而刚到刘贤店的门口 几人就被保安大队长江丝给拦下来 在看到江丝后 大长老心里突然咯噔了一下 竟然让传说中的八阶五者来看大门 这破饭店果然不一般 不过既然来了 那就不能空着手回去 只见大长老突然大手一挥 立马就有二十余名六阶五者包围了江丝 即便你是八阶五者 也绝不可能是这么多人的对手 说完 大长老边带着其余人冲进了饭店 然而就在他们刚进门的一瞬间 眼前的一幕瞬间就让他们看傻了眼 当饭店里的客人在吃下盘子里的菜后 巨大的灵气瞬间渗透了他们的群食 随后只听见扑斥一声 境界突破时所产生的巨大能量 竟然把他们身上的衣服都给撑破了 由于大伙们都在专心吃饭 根本就没人注意到门口的大长老 眼看自己被众人无视 大长老此刻是又修又弩 随后只听见啪的一声 气急败坏的大长老一言不合就要上去掀桌子 老夫可是堂堂七接五者 你们这群喳喳不赶紧逃命也就算了 竟然还敢坐在这里吃饭 一听这话 那桌子上的大汉立马放下了手中的筷子 这不是巧了吗 老子也是七接五者 你这臭老头嫌命长可以直送 一看这架势 那大长老瞬间就慌了 不是 这物理怎么随便拿出一个人来就是七接五者 见识不妙 大长老又把目光对准隔壁桌上的售后生 你看什么看 老子刚才说的就是你 识相的话就赶紧给我滚蛋 一听这话 那时候后生直接一把抽出了自己的配件 好家伙 这位更是重量级 竟然是十分罕见的七接见凶 吓得大长老是联盟跟人家道歉 此时大长老人都看了 这一屋都特不是什么妖魔鬼怪 而就在这时 一脸人畜无害的小九彩刚好与大长老人讨论 这可把大长老给高兴换 我今天还真就不行了 你一个端菜的小妹还能是七接五者 说完 大长老直接一把拍掉了小九彩手里的菜 还搁着送菜呢 赶紧把你们饭店的老板叫做 就说神拳宫的大长老来给他上课了 然而就在这时 地旁的客人却劝他赶紧逃命 再不赶紧跑就来不及了 一听这话 大长老的心里突然咯噔了一下 可还没等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只听见扑斥一声 眼前的诡异一幕直接让大长老彻底傻意 只见刚才还一脸人畜无害的端菜小妹 竟然瞬间变成了一个七尺肌肉猛 一时间 惨绝人寰的尖叫声传遍了饭店的每个角落 后逐的刘贤也意识到了情况不畏惊 然而等到他出去的时候 那大长老已经被打的面目全非 不光是他 神拳宫的所有弟子全都被小牛彩打赢了 看着眼前这么一大伙人 一旁的刘贤脸上突然露出了一股奸笑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计划 这饭店里都是一群什么怪物啊 这个老头本想爱刘贤的饭店里砸场 结果仅仅是因为打翻了送菜小妹手里的盘子 上一秒还一脸人出无害的小妹 下一秒直接原地暴雨 并当场化身肌肉猛烂 二话不说就要挑战老头的扩虑机 与此同时 厨房里的刘贤再听到惨叫声后 赶紧出来一看 发现那老头已经被打得连亲妈都不认识 刘贤这一问才知道 这老头乃是隔壁神全中的大长老 带着一大帮弟子前来闹事 如今已经全被小酒采给拿下 看着眼前被俘破的这一大帮人 刘贤突然有了一个好劲 然而话音未落 只听见轰的一声 忽然又有一大伙子人探紧 要么怎么说人红是非多呢 这刚解决了一个神全宗 结果隔壁虚昆宗又跑来闹事 而且这家伙可比那神全宗的老头聪明多了 他表示自己是专门来吃饭的 还让刘贤赶紧把你们这里的菜全都上一份 如果你们做的菜让我不满意 那后果可是相当严重的 一旁的刘贤虽然也知道这群人是来闹事 但秉住着顾客就是上帝的原子 刘贤也是暂时拿他们没办法 画面一转 在刘贤的亲自操刀下 一大桌满汉全心很快就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看着这一大桌子饭菜 旭坤宗那帮弟子的口水已经冬不住了 随后 这宗主当着众人的面 加了一块鱼肉放在了口中 随后只听见啪的一声 这家伙就跟吃了响一样 直接当场就把一大桌子菜掀翻在了地上 看来 这群家伙是摆明了想要闹事 见状 一旁的刘贤强压着心中的怒骨 画着个黑脸说道 就算你点了菜不吃 那也是要收钱的 一听这话 那宗主也是不装了 只听他突然大喊道 兄弟们 赶紧把他这黑店给我狠狠地拿了 说完 这家伙还把手中的盘子朝刘贤丢了过来 眼看这飞出去的盘子即将砸在刘贤的脸上 千军一发之际 不知从哪里突然飞出来了数十的飞镖 硬是帮刘贤挡下了这一记飞盘 转过头一看 此人正是埋伏已久的唐门大小 早就看出你是来闹事的了 怎么可能让你恶手 话音未落 只见数百把萃满剧毒的飞镖同时射出 那旭昆宗的小弟们请客间就被扎成了马蜂窝 而这宗主意识到情况不对劲 二话不说便想要开溜 结果下一秒就被将丝和花生给砸下了 看着眼前散落一地的散彩 刘贤也是二话不说 直接一把揪住宗主脑袋上的那座鸡毛 随后更是将其一把摁在了地上 但浪费粮食 今天你就算是舔也得给我舔了一粒米公司 见状 一旁的虚昆宗弟子们也是乐话 哥那眼巴巴看了那么久 可算是能给我们吃两口 不过 刘贤肯定也不会让他们白吃 手里的算盘轻轻一搏 算上你们打碎的盘子 这顿饭也不跟你们多用 给拉签两银子就够了 一听这话 那虚昆宗的宗主差点没被吓死 你把我整个虚昆宗卖的都卖不了这些钱 说完 这宗主直接往地上一走 你还是直接杀了我吧 可刘贤也早就预料到了这地 我当然知道你拿不出这些钱 不过我可听说了 你虚昆宗虽然穷得叮当响 但是却盛产临槽成事 这在旁边开的饭店简直是再也合适不过 于是刘贤便打算跟虚昆宗合作 你们只需要出地出力 到时候钱肯定是少不了你们 这波计划堪穿双赢 那宗主自然也不会拒绝 于是画面一转 一切交代好之后 刘贤也踏上了前往虚昆宗的马车 在刘贤不在的这段时间 首席主厨的责任便落在了汤圆的肩膀上 而这边刘贤前脚刚走 一个神秘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了饭店门口 而他正是西餐厨师西里路的大弟子 受师傅之拖前来打听刘贤的消息 这个妹子随手插起了一块熟牛肉 随后还在牛肉上面撒上了一些神秘粉末 看到这一幕后 一旁的主厨汤圆可坐不住了 竟然敢对我的菜动手脚 你怕是活腻歪了吧 就当汤圆上来准备给这妹子来一套组合拳时 那妹子却一把将牛肉塞到了汤圆的嘴 而在牛肉入口的一刹 一股浓郁的香味瞬间在汤圆的口中爆发开 虽然还没有达到报医的程度 但能让汤圆都如此欲罢不能 就足以证明了这妹子不是一般人 原来这妹子名叫哈沙克 乃是世界第一西餐厨师西里路的大弟子 当得知这妹子也是个厨师后 地旁的小九彩不禁疑惑地问道 这五周大陆上除了从地球穿越而来的流贤 竟然还有别的厨师吗 一听流贤这个名字 哈沙克的心里突然咯噔了一下 要知道 哈沙克此行就是受师傅西里路之拖来寻找流贤的 在听到流贤的名字后 哈沙克也是急忙问道 你们竟然知道流贤 他现在人在哪 话音未落 一直在后厨里刷碗了 胡椒突然站了出来 刚才两人的对话他都听到了 胡椒表示 流贤乃是我们饭店的首席大厨 可不是你想见就能见的 于是 胡椒提议让汤圆和哈沙克进行一次厨艺比赛 如果你能赢汤圆 那我们就让你见流贤 反之如果你输了 那就去后厨给我们刷盘子 其实胡椒的目的也很明显 无非就是想找的人帮他刷盘子 于是画面一转 胡椒特意请来了一大批顾客 就由他们来当裁判 说完 胡椒还给两位厨师准备了一大桌食材 这桌子上的东西两人可以随便调 但有一个小小的限制规则 那就是对方已经挑过的食材 你就不能再用了 此话一出 汤圆立马抢走的所有的调味品 只给哈沙克留了一瓶胡椒服 看来汤圆早就有所准备 没了调味品 我倒是要看看你怎么做出美味的食材 不过这样做也是有代价的 虽然汤圆承包了绝大部分调料 但好的食材则是落到了哈沙克的手工 留给汤圆的只有几条鲈鱼 不过汤圆还是那句话 只有一瓶黑胡椒调味 你凭什么能够赢我 然而汤圆还是小瞧这位西餐厨师了 只见他突然反手便掏出了一瓶红酒 再搭配上一块上好的煎牛排 不到几分钟下来 一道经典的法式红酒牛排就已经完成了 而因为食材的限制 汤圆这边唯一能做的就是红烧鲈鱼了 而很快这两道菜便被端到了客人的桌子上 虽然汤圆做的红烧鲈鱼依然惊艳 但可惜的是 这道菜客人们已经点过无数次 虽然依旧好吃 但却少了点新鲜感 而反观哈沙克的西式牛排 这群客人则是第一次见 如此一来 最终的结果也不出所料 哈沙克以微弱的票数优势成功站上了汤圆 而与此同时 在处理完新店的各种事物后 刘贤也是终于打回来了 可进门一看 却发现整个饭店里竟然空无一人 这不是刚好是饭店吗 怎么可能一个顾客都没有啊 逮住小九彩一问才知道 原来是因为汤圆他们在比赛时输给别人 害怕砸了刘贤的招牌 所以才暂时停止了营业 一听这话 刘贤也是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随后他赶紧找到了满脸失落的汤圆 并摸了摸他的头安慰道 你们不用自责 能做到现在这样已经证明你们足够优秀 而接下来 就让我来会一会这位挑战者吧 可怜的刘贤仅仅仅是因为昨晚多喝了两杯 结果今早一觉醒来之后 竟然发现有个妹子正躺在自己的怀里 而再仔细一看 好家伙 刘贤你昨晚到底干了什么呀 你这 这位免也太多了吧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昨天晚上 上期时我们说到 在得知徒弟汤圆被人击败后 回到饭店的刘贤也是急于想帮徒弟找回面的 二话不说便打算跟击败汤圆的厨师哈萨克来一场体 可胡椒却表示天色已晚 PK什么的到明天再说吧 说完 胡椒还特意给归来的刘贤准备了一场酒宴 说是要帮刘贤接风洗尘 然而酒过三巡之后 这几个妹子却动了歪心 他们将喝醉的刘贤抬到了房间 随后更是一拥而上 虽然这几个妹子都想独占刘贤 但眼看刘贤的后宫越来越多 如果再不赶紧动手的话 恐怕到时候他们的竞争对手会更多 于是便有了最开头的一幕 几个妹子也是喝多了 完事之后也不走了 直接在刘贤的床上对付了一息 可他们似乎是忘了 刘贤可是患有严重的孔女症 这场面换个正常男人来都受不了 更别说患有孔女症的刘贤 果不其然 等到花生醒过来的时候 我们的刘贤已经因为孔女症发作 喉吐白目晕死过去 见状 这几个妹子也意识到自己闯大火了 于是几人赶紧整理好了自己的衣服 就当作一切无事发生 而不知过了多久 刘贤也终于从昏迷中醒过来 睁看眼睛一看 发现妹子们正在一连和善的看着她 就仿佛昨晚的事情真没有发生一样 这下连刘贤都开始自我怀疑了 难道说 我刚才是在做梦吗 好家伙 那这梦未免也太真实了 担心刘贤看出破绽 那妹子也是赶紧扯开话题 饭店已经开门了 咱们还是赶紧出去看看吧 画面一转 石卫轩还是像往常一样 这还没到饭店 门口便已经排起了一条长龙 饭店里几个妹子也是忙得不可开交 然而就在这时 饭店里却突然来了一味不速之客 此人身披风衣 浑身上下挡得是严严实实 演员一种非常神秘的感觉 而花生一开始还以为这人是来吃饭的 刚想上前招待 却被他告知我是来找你们主厨刘贤的 一听这话 花生立马就意识到了不对劲 这家伙 不会又是来砸场子的吧 本来花生还想跟胡椒商量一下怎么解决 可就在这时 刘贤却刚好从后处里走出来 下得花生赶紧拦住了他 这外面有人要找你麻烦 你得赶紧先躲一躲 可刘贤心想 自己又没招谁惹谁 怎么可能会有人找我麻烦呢 于是刘贤二话不说 直接走到了那人的面前 并问道 这位客官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而那位神秘人在看到刘贤后 明显是突然愣了一下 似乎是感到有些难以置信 随后 神秘人也是慢慢摘下了自己的面子 定睛一看 这人竟然是西米露 不如其来的惊喜先是让刘贤愣了一下 等到反应过来的时候 两人也是激动的拥抱在了一起 看到西米露竟然还活着 刘贤连孔女症都不管了 紧紧地将她搂在了凡里 这可把旁边的妹子给看傻了人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来的 竟然能让刘贤把孔女症都给忘了呢 然而就当刘贤还沉浸在重逢的喜悦中时 西米露却突然话锋一转 他想让刘贤赶紧逃跑 因为朝廷的大军已经杀过来了 除是刘贤患有严重的孔女症 仅仅是因为被女顾客摸了一下手 结果刘贤的身体便开始止不住的抽出发动 好不容易在天台上喘上了一口气 结果下一秒 同时西米露突然给刘贤来了剥肉弹冲击 如此亲密的近距离接触 你这是要我的命啊 情急之下 刘贤一把将西米露推到了一旁的忽兰上 怎料这天台上的忽兰年九十星 竟然被咔嚓一声给撞断了 眼看西米露意外势足坠落 情急之下 刘贤为了救人 竟然也毫不犹豫地扑了上去 而最终的结果我们也都知道 因为这场意外 俩厨师一同穿越到了没有料理世界的宇宙大陆 由于这个世界没有美食代理 更没有厨师 所以两人的出现也改变了这个世界 西米露穿越到皇宫成了皇帝的私人御子 而可怜的刘贤虽然开局差点白给 但通过自己的努力 他不仅让三大魔教成功统一 最终在三大魔教女的支持下 更是在五洲大陆创立的第一家范果 上期说到 刘贤和西米露再次相遇之后 得知西米露并没有死 刘贤也是无比激动地紧紧抱住了西米露 这么多年悬在刘贤心里的石头也终于放下了 可就当上一秒 刘贤还沉浸在重逢的喜悦中时 下一秒西米露却画风一转 他突然让刘贤赶紧逃跑 说是皇帝轻率大军已经杀不来了 一听这话 刘贤显然是有点摸不着头脑 我就一个开饭馆的 怎么就招惹上皇帝了 可一旁的魔教女胡椒 似乎是早就预料到了贵的精品 他表示如今三大魔教已经统一 论实力不一定比那炒筒差 咱们跟他拼了 然而众人出去一看 发现事情远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这黑压压的一片军队 起码得有十几万兵马呀 如此大动干戈只为了讨伐一个饭馆 这其中肯定有隐情 见状 地旁的西米露赶紧解释道 其实 这个世界上原本是存在料理的 不过咱们之前也都见识过 用这个世界的食材所做出的料理拥有巨大的力 能够让人的修为获得巨大铺 正是因为这一点 这皇帝为了压制农民起 直接下令禁绝了所有的料理制作 而刘贤饭店的火爆 再次让这皇帝看到了危机 他们这次之所以如此大动干脱 正是冲着刘贤来的 弄清楚原因之后 一旁的魔教女胡椒也是气不打一出来 让我们没有美食吃也就算了 竟然还敢打刘贤的主 说完 胡椒便直接从城墙上一跃而下 很快便跟镇前的大将军打了起来 不过这大将军可不是吃素 胡椒不仅打不过他 还在交手中被弄破了眼 而就在胡椒眼罩颇落的一瞬间 那大将军竟突然露出了一副无比惊讶的笔记 仔细一看才发现 原来胡椒并不是毒眼 而是他的两个眼睛有着不一样的颜色 要知道 这一色铜乃是前朝皇室的特征 怪不得胡椒之前总是想着推翻武朝 原来他是前朝皇室的后来 见识不妙 另外两个魔教女花生和唐人也加入了进来 而与此同时 目光是三大魔教手下的兵马加入了战斗 就连流行饭店的顾客们也都闻讯了 他们这么多年来一直饱受朝廷的压倒 在吃了刘贤的美食之后 他们的修为也都大呼提醒 如今也是有了与之一战的资格 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战场 刘贤也似乎看到了一丝胜利的可能 和一旁的西米露却有些笑不住 因为他是从朝廷里出来的 他心里非常气息 朝廷真正的杀手锏还在后面 故事紧接上期 面对朝廷的大军压境 除此刘贤率领三大魔教语气展开了生死一战 在战斗中 三大魔教语之一胡椒的眼罩意外脱落 当异色彤出现在众人面前后 我们这才知道 胡椒的真实身份其实是前朝的公主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数十年前 当年前朝皇室遭到蛮族入侵 最后时刻 胡椒的父亲将女儿托付给唐门的董珠老堂 也就是唐人和唐珠这对兄妹的父亲 而他自己则留下来与那群蛮族拼到了最后一个 为女儿的逃跑争取了足够的时间 想必 这正是胡椒一门心思想要推翻五朝统治的原因 回到如今这场战斗 三大魔教的兵马虽然远不如朝廷的兵力多 但三大魔教这边赢了一手刘贤 在除世刘贤的美食Buff加持下 三大魔教可谓是势如破竹 一时间 净打的朝廷军队毫无还手之力 就当胜利的天平逐渐开始向刘贤这边倾斜时 不料这朝廷的军队还留了一手大招 这些人乃是朝廷专门填养的死士 在开战前 他们喝下了一种奇怪的药剂 这种药剂可以暂时让他们的战斗力举幅提升 而代价则是严重透支胜利 在这批死士加入战场后 场上局势瞬间两极反转 连唐门的宗主唐人都被打成了重烧 就在三大魔教节节败退之际 一个熟悉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了战场上花 众人定睛一看 发现此人竟然是花生的父亲花钱 当年前朝与蛮族的那一战 花钱是唯一活下来的那人 这16年来的养精蓄锐 如今花钱的战斗力终于回到了九界巅峰 为的就是帮当年死去的老唐和老胡报仇 最终 伴随着九界巅峰舞者花钱的加入 这场大战最终也以朝廷的大伴告证 而花钱也终于是大仇德王 亲手杀死了这蛮族的皇帝 战斗结束后 胡椒带着唐门和天下会这两大魔教顺利入主上境 浙江山也终于改天换地 胡椒终于夺回了本就该属于自己的天下 成为了五周大陆的女皇 而刚登基不久 这天 胡椒找来的已经是隐秘位的唐人唐初两兄妹 二话不说就拉着他俩准备去日月宗一趟 虽然这天下已经到手 但刘贤可还没到手啊 此去日月宗 目的就是为了跟刘贤提起 不过巧的是 此时的日月宗内也正在举办一场婚礼 难道说花生已经巧先一步跟刘贤结婚了吗 其实并不是 这场婚礼的主角并不是刘贤和花生 而是花生的父亲花钱 而这场婚礼的新娘子 竟然是一位神秘的红发女子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红发女子有没有印象 之前在刘贤的回忆中她曾经出现过一次 没错 她就是厨师刘贤的那个变态师傅 刘贤从小便在她的手下学习出 在她那堪称折磨的培养下 虽然她将刘贤培养成了武林第一厨师 但如此严厉的师傅也造就了刘贤的孔女症 没错 刘贤的孔女症正是拜她所赐 那问题又来了 刘贤的师傅为什么会出现在五周大陆 又怎么会成为花钱的新娘子呢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数十年前 原来早在刘贤穿越到五周大陆之前 刘贤的师傅就已经穿越了 而且穿越的姿势都跟将来的刘贤硬模一样 只不过当时被压在身下的不是花生 而是年轻时的花钱 因为这场意外 郎才女貌的两人当年一见钟情 不仅喜结连理 还生下了女儿小花生 没错 刘贤可能做梦都想不到 自己的老婆花生其实是自己师傅的孩子 好家伙啊 我只哭好家伙 而后来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 伴随着蛮族皇帝入侵五周大陆 师傅作为五周大陆的唯一一个处师 也是被那皇帝掳走 成了宫里的寓主 推翻蛮族皇帝之后 花钱也是终于再次见到了他 由于师傅是一位穿越者 所以他的容貌不会因时间而浪化 当然 他与花钱的真爱也不会因时间的流失而消失 举办这场婚礼 正是为了弥补当年的遗憾 而与此同时 女皇胡娇也终于赶到了日月宗 她让花钱赶紧把刘贤叫出来 她已经等不及要把刘贤接到宫里 可一旁的小九彩听后却表示 皇上你已经来晚了 刘贤前几天就已经走了 一听这话 胡娇人都愣住了 不对吧 刘贤既然走了 那你们这一大桌子菜是谁做的呀 话音未落 汤圆突然从厨房里走了出来 刘贤临走前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他了 他现在可是日月宗的首席大桌 这一大桌子菜正是出自他手 画面一转 此时的另一边 刘贤和花生登上了前往另一个国家的大船 与他俩同行的还有西餐处是姓文 红始至终 刘贤都没有忘记自己的处征 不仅仅是五周大陆 他要让全世界都能吃到美味的菜 至此 本部漫发完